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介绍完自己之后 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的这个求学路上 我学到哪些lessons 以及一些 怎么说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经历 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帮助 但最后我可以 也会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来问我问题 我会尽力解答 那首先我的家庭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的family background 那我的父母 这个左边是我爸我妈 在我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时候 2019年 我的父母都是医学院毕业 他们都是trained as medical doctors 然后右边这个是我的外公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激光物理学家 我的外婆也跟他在同一研究所工作 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知道 我的family是非常 是绝对是理科生 然后有非常非常重的stem的影响 但大家也知道 我是现在是法学院的学生 我马上要成为一名律师 那肯定是文科生 但是就算是理科文科 不完全是一条路 但是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 学习的重要性 而且我记得他们跟我说 他们在考大学的时候 可能大学本科的录取率只有4%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说 那我的心愿就是能上一个 录取率是single digits 就是个位数的学校 那这个当然选学校 不是这么simplistic 但之后也会跟大家讲 但是我从小就是非常非常的 崇拜我的父母的外公外婆 觉得他们都非常聪明 我希望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进好学校 也可以让他们教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BSS Bishop Strong School的 中学的经历 在中学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focus on academics 就是上课学习 因为我可能挺早的时候 就知道我自己想来美国上大学 虽然那个时候的信息 不是非常的丰富 但我知道成绩好 肯定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高中的几年 每一年成绩 grade average都是在95分以上 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学SAT SAT Subject Test 我听说现在SAT Subject Test 可能已经没有了 那大家不管它 但是我觉得在提早准备SAT 提早准备AP Courses 都非常重要 我是基本上上了所有的BSS Offer的AP课程 然后也都得到了五分 我觉得这个在对我不光是申请大学 以及在上了美国大学之后 换学分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像Maria校长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幸运 也其实有点 unexpected 就是我们那一年考AP 微观经济 全世界有7万5千个考生 然后只有15个人拿满分 然后我是那15个人当中的一个 然后那天确实是校长 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我是在觉得骄傲之前 我是先有点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什么事了 校长把我一大早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 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college board就是初AP考试 也是初SAT考试的那个机构 给他写了一封信 就说我得了满分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挺骄傲的 然后之后校长还在全校面前 就是给大家announce 我得到了AP满分 然后右边这个图是当时BSS 我们学校发的一个press release 最左边这个是我们的校长 Dr. Angela Terpstra 然后右边的是我的经济老师 Ms. Laura Muster 我到现在跟她还是很好的朋友 她每年到中国新年的时候 她会祝我中国新年快乐 每次我会多伦多的时候 也会跟她沟通一下 跟她catch up 我觉得她应该是我的lifelong friend lifelong mentor 然后这个我左边这个是我的妈妈 那天也被请到学校 来听这个全校的这个通知 所以还是一个挺unexpected 挺挺荣幸的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在学业之外 我还是挺actively involved in DECA 在我上高中最后一年 我们是在那个DECA安省的比赛 比得还不错 我是前几名 然后去到了美国的那个Florida Orlando 参加了国际比赛 然后在学校之外呢 我是在我自己的教会做志愿者 我在children's ministry 做sunday school teacher 大概的意思就是 每个星期天 大人去楼上听不到的时候 那他们的孩子就会放到children's ministry 然后我和我的partner 会给他们讲一些bible lessons 然后也是从小希望能够影响他们 多了解到一些圣经故事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还是从小弹钢琴 所以我也在教会的music ministry 为他们弹键盘伴奏 然后我觉得对我高中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影响 对我之后的人生 我觉得每次我在有不确定 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 我都会通过我的信仰 find my anchor again 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在BSS毕业之后 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 但这其实当中是有很多的一些 怎么说呢 小曲折吧 没有跟大家说 那long story short 就是我申请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我也是早申请early action 但是我第一轮被申请的时候 就被defer了 defer不是拒绝 就说白了 就是学校再考虑一下 就我现在不想直接就录取你 但是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我也不想拒绝你 所以你让我再考虑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申请大学时候的这个timeline 那我是在2014年 就是我在上10年级 11年级12年级的时候 就是考SAT SAT Subject Test AP考试 然后在那个夏天 就是11年级结束的夏天 12年级开始之前 开始准备common app supplemental essays 这些之前 就申请美国大学的一些基本的components 之前Rivi和Heather也都讲过 所以我就不再一一重复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时间线 然后在2014年 就我上12年级 11月份的时候 我申请了early action 去University of Chicago 在2014年12月份的时候 我是收到了这个deferral的决定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2014年的冬天 有没有印象啊 那个对我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memorable的冬天 我记得在2014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家住在North York 那边还停电 就是圣诞节那两天 24号、25号那两天 然后我们家停电 也没有人来修 没办法 我和我妈就到我姨妈家 在Markham过了一个圣诞节 然后回来之后 Life goes on 还得继续学 继续想办法申请 那我在来年的1月份的时候 就申请了 跟在之大的一个 在多伦多的一个校友 做了一个interview 我觉得那个interview 我还是比较 发挥的比较好 比较明确的说明了 我对这个学校的兴趣 我对经济的兴趣 因为大家知道 芝加哥大学最有名的 就是它的经济系 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 然后我也跟他分享了一些 我之前上学的经历 对business economics的兴趣 以及我为什么会是一个great fit 然后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收到这个AP perfect score 这个信 当时校长告诉我 然后DECA安省的比赛 我们得前几名 这个也是发生在2月份 所以这两个比较重大的这个事件 都是在2015年的2月份发生 然后我也是及时告诉 芝加哥大学 同时也跟他们写了一封 letter of continued interest 意思就是我还是对你们学校 非常感兴趣 你看我这个AP经济得了满分 你是不是得重新考虑一下我 然后就在那等着 然后到2015年3月的时候 在regular decision round 非常非常的幸运 进了芝加哥大学 我还记得当时进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那个上网去那个portal 看那个admissions decision 然后一点进去 一看congratulation是彩色的 而且是像气球一样 在弄蹦 就是congratulation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可能是人生最最开心的 这个这么一个瞬间之一吧 然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不像大家现在这么幸运 就没有认识这么多的mentor 可以来告诉我们 他可以来告诉我 他当时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也不傻 我也不是自己在那瞎申请 那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 我relyed on最多的一个人 跟他商量最多的 然后我们俩就基本上是 就是around the clock 做research 改文章 选学校 一系列的这个都是我跟他两个人完成 那这个人就是 那这个人就是我爸 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人 就是我爸 他当然也不是一个expert 但是他尽他自己的权利 帮我一起做research about American universities 然后跟帮我分析 我的强项和弱项 然后在各个的重大的 decision当中都是我的signing board 但是说实话 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当时走的路 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有 更多的朋友是像我一样 从加拿大的高中 申请到了美国的大学 听一听他们的经历 我觉得也许 能够让我少走一些弯路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结果是好 they worked out 2015年9月份 3月份的时候 我就非常幸运的 进了芝加哥大学 9月份就高高兴兴的 去芝加哥大学上学了 就之后再给大家讲 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历 然后我之前也说 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对我来说真的是 formative years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加深了很多 然后我也觉得 我当时学到的一些 lessons 对我之后也有 比较大的影响 然后在之前几天 我跟Maria校长开会的时候 就为这个presentation 做准备 然后她就问我说 那你高中最让你自豪的 三个事情是哪三个事情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总结了一下 然后我就告诉她了 但是我回头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比起那三个 最自豪的瞬间 因为瞬间只是瞬间 只是一个snapshot 并不能特别好的总结 我学到哪些事情 我有哪些成长 所以我其实更想 觉得对大家更有意义的是 我的three most valuable gains 和thre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my personal growth 那我这个会 一一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先回答 Maria校长的问题 就是three proudest moments in high school 或者是three highlight moments in high school 那第一个就是我申请 到芝加哥大学申请成 尤其是经过了 稍微有一些小曲折之后 能够进到芝加哥大学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第二个就是 AP perfect score 真的是完全意想不到 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是复习得很认真 但从从来没有说 我一定要把每一题 都答得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觉得得五分就挺不错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 pleasantly unexpected surprise 第三个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个是 我们那年的yearbook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 毕业的时候 领奖的一个照片 然后不光是这个 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 经纪老师 Ms. Muster 刚才前面的照片也有她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 正好是她退休那一年 然后她选择我 给她做她的retirement speech 让我讲一下 我和她的一些经历 所以对我来说 确实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 高中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觉得非常值得 但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首先是我在高中 学的最valuable的gain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self awareness self awareness就是 相当于是自我认知 这么一个意思 跟自信有关系 但也不完全是 因为我觉得self awareness 更多的是 不光是了解自己的强项 对自己的强项 有很大的自信 更多的是也了解到 自己的弱项 然后以后怎么样想办法 可以把自己的弱项 变成强项 或者是找一个职业 这样能够更好发挥 自己的强项 而不是总是 challenge自己的弱项 我觉得这个对 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自己以后 未来的规划 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点就是 perseverance and confidence to keep challenging myself pushing boundaries 我觉得经过了 芝加哥大学 这个不太一样的 申请经历 我觉得我现在 甚至都已经 有点习惯了 就是我申请一个 我特别想要的 不管是工作 还是学校 我的 expectation going in 就是我可能要试两次 就一次就成了 我反而会surprise 所以就经过这个经历 我觉得不怕 就申请一次两次 无所谓 我就接着试 我不会被 一开始的set back 而击败 我会一直是 我会keep challenging myself 我不会说 因为I'm afraid of failure 我就 stay in my comfort zone 我觉得这个是高中 给我的非常重要的 一节课 第三年就是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teachers 这个其实跟 申请美国大学 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之前 heather和Ruby都说了 他们就 在申请大学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点就是 那个teachers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然后 如果有一个 喜欢你的老师 非常了解你的老师 能帮你写一封 非常漂亮的推荐信 绝对对你升学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也不光是这一点 在高中的时候 认识的老师 我到现在 还有很多都保持联系 然后虽然我现在 是做律师 跟他们 教的内容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他们永远 都是我的相顶board 我每次回多伦多 都会想跟他们 catch up 想跟他们分享一下 我的经历 听听他们的经历 然后听一下 他们有没有什么 给我的advice 或者是像朋友一样 聊聊天 我觉得对我来说 每次回加拿大 都是我非常 向往的一件事情 然后 lasting relationships 都是classmates 那像我们学校长 刚才介绍到的 Shirley就是我 最好的classmates之一 然后我也希望 我和Shirley 还有其他的一些 好朋友都能成为 lifelong friends 因为真的是很少 有像高中 大家尤其是 一起打拼 申请美国大学 是战号里的战友 basically 这样非常非常 单纯的友谊 在以后可能会是 越来越少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珍惜 接下来再跟大家 讲一下 thre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my personal growth 对我个人成长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introspection 就是相当于是 自我反省这个意思 那跟我刚才说的 最重要的一点 self awareness 是非常相关的 就是identify 你的强项和弱项 reflect on your mistakes and lessons learned along the way 那其实就像你考试 复习考试一样 就是你复习的时候 你会take那个 mock exam 就模拟考试 然后模拟考试 你考完了之后 你会看一下 你做错了哪些题 做错了哪些题 那最有意义的 其实是看你 做错了哪些题 做对的都是 勾有什么好看的 对吧 这个做错了 我知道就可能 就是face your mistakes head on 是比较painful的 experience 我自己有的时候 也不太愿意 但是这个对成长 是必不可少的 一节课 就不管你是 因为什么原因 made the mistake 不管是你是犯傻了 还是你时间不够了 还是你没复习好 还是你早饭没吃好 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你identify这个原因 下次就可以尽量避免 然后我觉得 introspection和maturity 这两点 也是美国大学 最看重的 两个quality之一 这个可以在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当中 反映出来 也可以在你的 supplemental essays interviews 各个方面都可以 反映出来 我觉得这样就会 make you stand out a lot 然后第二点就是 take initiatives seek opportunities and mentorship and be resourceful 这个之前 我相信Ruby和 Niko也有讲到 就是我们是从 加拿大的高中 申请美国大学 那大家想想也能明白 美国大学 就申请最方便的 应该是美国的高中生 那不是因为它有什么 特别明显的bias toward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只不过美国的高中 是相当于在系统内 他们 他们基本上 所有的学生 都是申请美国的大学 他们的所有 很多很多课 都是AP课程 像我当时 在上高中的时候 可能就八九门 AP课程 然后我尽量是多的 take AP课程 但是跟美国的高中生 比起来 这absolut value 还是会小一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life is not always fair 你不能说这个 我没有机会 那我就放弃了 那我就 like I'm not I'm not going to try anymore No you need to take initiatives 没有 如果 现成的机会 比较少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出去找 甚至是 自己 给自己创造机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mentorship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是 你的family friend 你的学姐学长 或者是你的什么 guidance counselor 这些 只要他们对你有 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他们有认识 相关的人 也跟你走过 相同的路 我建议大家 就是要 actively reach out to those people and develop a mentorship 真的是听 每个人的经验 都能让我自己 学到很多 所以我这个也是想 跟大家强要的一点 然后be resourceful 如果资源有限的话 自己想办法找资源 创造资源 不要怕被reject 我觉得在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 然后第三点 don't be afraid to try and try again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其实没有像大家以为的 那么顺利 但是因为这个经历 我现在就不怕多次尝试 就我知道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 那如果我第一次没成 可能有点丢脸 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 有这么想 但你如果觉得丢脸 你在没成的时候 你别告诉人家 不就行了 like who cares 这个keep it to yourself until you made it 最后的结果 最后好的结果是你的 就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这是我想跟大家 分享的几点 OK那现在到大学的时候 这个右边 是我在大学 毕业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左边是跟我在大学 说最好的三个好朋友 其中这个是Ruby 大家应该都认识啊 毕业的时候 这个拍的照片 然后你看我们在毕业的时候 都笑得很开心 但是说实话 不是每天都这么开心啊 这个芝加哥大学 还是挺难的 然后考试也很多 考试压力也很大 当然都都考完了 毕业了 那当然就笑得很开心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 每天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在想总结 我的这个大学四年的经历的时候 就是真的对我来说 是magical years of learning 和lifelong relationships 那首先就是 我非常喜欢芝加哥大学的课程 我觉得可能是 在芝加哥大学的四年 可能是对我来说 最最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experience 就是我最觉得自己被 intellectually challenge 然后对学的那种 非常非常感兴趣 然后也觉得 我身边人都非常聪明 老师都非常聪明 能够从我身边人都学到很多很多 然后我当时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不光是因为芝加哥大学的 经济系非常非常强 还有因为我觉得 它是结合了 美国综合大学的 非常非常多的resources 也结合像文理学院 比较注重的 这个liberal arts 这个curriculum 就比如说 像它的core curriculum 就是核心课程 包括humanities 就人文 这个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历史这样子 就不管你是什么系 所有人都得学这个课程 虽然这些课程 对我之后的工作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连接 但是对我来说 绝对是 hung my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我觉得 I'm a better thinker I'm a more well-rounded person I'm a more intellectual person 看问题也会看得更多面一些 那这个对做律师 或者做任何一个职业 都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我大学 本科学的是经济 然后也上了很多很多 高等数学课 但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就完全是文科生 为什么要上这些理科课呢 因为跟大家说实话 可能是受我family的影响 我就觉得学理科的人 非常聪明啊 然后我就希望 在大学的时候 也上一些理科的课程 让我自己变聪明一点 就是这样子 但是说实话 就是尤其是数学 它也有involve 很多的logical thinking 那其实对我上法学院 也是有 比较间接的一个影响 而且法学院的学生 可能不像我有 那么多的 mathematical training 不像我那么quantitative 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尤其是在 找corporate law 这方面工作的时候 还是能让我 跟别人不一样 能够让我stand out 然后第二 就第二块比较大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还是很幸运 申请上了这个 Duggan Scholars Program at Chicago Booth 就是booth 商学院的这么一个program 因为大家知道 芝加哥大学是 它是没有本科商学院的 所以作为本科生 如果你想比较系统的学 商科这一块 那最好的 最直接的resources 就是在 booth商学院 然后我当时 申请上了这个program 就去跟MBA学生 一起上MBA课程 然后也有了 很多的care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然后遇到很多的mentors 然后也遇到 很多特别的人 我希望我跟他们的relationship 能够last for a lifetime 包括network 在我之后找工作 虽然我现在 不是做商科方面 我是做律师 但是我是做的 corporate lawyer 所以跟商科 所以跟business 还是会有非常密切的连接 所以这个可能 所以我在大学学的课 我的relationships 和这个Dugan scholar 可能是我大学最珍惜的memories 那我在大学的这个课语的活动 和实习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extracurriculars 第一个我是involved in midcourt 就相当于是模拟法院这样子吧 因为我其实挺早就对 这个法律有一点兴趣 我在之后也会跟大家讲 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参与了模拟法庭 就有很多的argumentation debate public speaking 然后对法学院的申请 也是有挺大的帮助 然后第二个 我在大学的时候 比较感兴趣的 其实是金融方面 然后因为我知道 找金融的工作 它会比法学院更加看重 你在大学的时候 有相关的经历 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参加了金融方面的 这个课语活动 其中就包括的 Blue Chips Investment Club 就是一个学生 投资的这么一个社团 然后我们是有校友给的 这个endowment 然后我们是真的花真的钱 投资股票 然后每个组会 pitch股票 分析公司 分析基本面 这个就跟那个很多有名的 value investor 比如说什么 Warren Buffett 这些 他们都是一样的strategy 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也就开始学 然后我还参与了 women business 因为大家知道 在很多的 high power industries 比如说finance consulting 包括big law 女性都是underrepresented 所以我觉得能够跟 like minded strong independent women 和她们在一个 社团当中交流 对我也是有挺大的帮助 然后实习的话 我第一年 大一之后的暑假 我是在多伦多的一个hedge fund 大二的一个暑假 我是在纽约做corporate banking 大三的暑假 我是在芝加哥 做investment banking 是focus在healthcare 就是医药这一块 然后在大三大四学年的时候 我还是在芝加哥大学 自己的innovation fund 就相当于 算是风险投资 但是可能是更加早期的 可能有点像 injure investors 就是天使投资人这样子 投资芝加哥大学 自己的科学家的 这个发明 有很多都是这个 这个biology department 或者是medical school的教授 自己发明了一个什么药 或者是一个什么新的发明 然后 但是大家知道 就是你在实验室里 做成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product 并不代表说 你就能够成为一个 这个business success 就能把它从实验室里 带到市场上 能让它做成一个 marketable product 能让它变成 commercializable 这个需要一些business knowledge 然后that's where we come in 所以我当时也做了 那个venture capital associate 也是focus在这个science这一块 然后 向莫瑞校长 刚才说的 我是在芝加哥 我是在上大三的时候 开始准备申请法学院 大四的时候 第一学期开始早申请 然后大四的这个 十二月份的时候 非常的幸运 得到了这个acceptance letter 但是大家看到 我之前的经验 可能也会说 你大学学的是经济 然后也有很多finance 金融相关的 这个实习经验 你为什么要申请法学院呢 那其实如果大家 只看我大学的经历 可能是不那么make sense 但是如果大家 take a longer view 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 我其实对法律的兴趣 还是lastly for a while 那有很多个原因 我就各方面 都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想给大家 paint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首先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cctv上 看过一个节目 叫法律讲堂 其实说实话 我小的时候也看不懂啊 是我爸看了之后 他会每天下班 只要不是很晚 他都会跟我一起 在我们家旁边散步 然后散步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讲一个 他在法律讲堂上 看到的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 这些故事就很有意思啊 这个怎么样 把法律apply到这个 身边的这种 稀奇古怪的事情当中 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 所以当时也算是 一个planted seed 然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上了一门课叫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就学了像相当于 加拿大的宪法 就是Canadian Charter of Freedom 这些 然后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当中的这个 怎么样 当时考试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mock trial 然后我觉得就是 public speaking这个arguments 也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当时就是 一直是keep this option in the back of my head 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上了 law and economics 相关的课 就是经济与法 怎么样用经济的这些 怎么样经济的这些theories 比如说这个 efficiency arguments 然后把它apply到 这个制法当中 然后我也参加了 这个模拟法庭 在大学的时候 接着参加 但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一直就知道 我自己是一个文科生 我的强项就是读写 还有logical reasoning 就对我来说 申请法学员 makes a lot of sense 加上我对法律本身 也比较感兴趣 我也很喜欢 律师做的 每天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arguments are reading and writing 然后presenting yourself 这些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 应该是 这个career path 对我自己的兴趣 和我的强项 都是比较好的match 然后同时 我的经济和商科的background 其实和律师 是非常相关的 尤其是 because I'm going to be a corporate lawyer 尤其是做资本市场 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的经济 和商科这样的background 其实能让我在面试的时候 能够stand out 虽然我是直接上了法学院 我之前没有全职的工作经验 但是我在学校上的这些课 以及各种各样的实习 我都把它讲成一个我的 都把包装成一个我的故事 然后在跟律所面试的时候 他们也会觉得 我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他们想要找了这样的candidate 然后最后一点 是从一个比较 practical角度 我相信这个家长们也会 比较同意我这个想法 就是stability 稳定性和optionality stability主要就讲的是 financial stability 那做律师 第一个 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下面 都是会需要律师的 像刚 现在还没过去 现在还在发生了 这个covid-19 pandemic 在2020年的时候 covid刚开始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法学一年级的学生 我当时其实有点害怕 我以为会是成为一个 像2008年一样的financial crisis 那我会不会毕业之后 就没有找到工作 但其实因为covid 律师反而变得非常非常忙 因为各种各样的business 都需要raise capital 尤其是corporate lawyer这块 非常非常忙 因为大家都想需要钱 在利率还比较低的时候 就想take out loans 或者是raise capital either through debt offering or equity offering 所以现在这个法律市场 其实非常非常热 然后我也是觉得 自己还挺幸运的 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遇到 什么太大的challenge 然后in terms of optionality 就是说 说白了就是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yourself 就你上了法学院 当然大多数人是会做律师 但是并不代表 you have to be a lawyer 也有JD之后 做了几年律师 去做 去在consulting firms 或者是banks 做更高的职位 然后有从政 什么 再回到法学院 这个当老师 这样 有很多很多的options 所以对我来说 他只会帮我打开我的门 而不会关上 我已经有的一些道路 所以这个stability 或optionality 也是我的practical reason之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当时就早申请了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被 就是accepted early to columbia law 然后之前 因为ruby和heather 给大家讲过一些 申请美国大学的 一些elements 那我就主要再给大家讲 就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申请美国法学院的 一个elements 然后大家可以 比较一下 其实结论就是 就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然后key component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quantitive 就分数这块 lsat score 这样大家申请美国大学 是考sat 然后申请法学院的话 就申请lsat 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 这个就非常重要的一块 然后还有就是undergraduate GPA 你本科的这个分数 然后quality这方面 就是有一个general personal statement 然后还有各个学校的 supplemental和optional essays 然后还有你的work internship extracurricular experiences 然后第四个就是 你的大学老师 或者是你的老板 给你写的推荐信 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基本上是一样的 跟那个申请大学 是一样的 可能这边就是说 work internship experience 你在高中的时候不需要 但其他的基本上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我在 lsat考的还不错 undergrad GPA 虽然学的是 我不那么擅长的数学 学了我不那么擅长的数学 但是我的GPA 还算是非常高 然后我觉得这两点 可能是Columbia Law 看中我的原因 第二个我也花了 很长时间写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我的essays 因为我知道Columbia Law 在corporate law这方面 做得非常强 所以我在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和这个supplemental essays 当中也写到了这些 然后我大学时候的那些 经历虽然不是完全 跟法律相关 但是我觉得也能跟 这个法学员提现出来 我是一个非常driven的一个人 我能够在fast-paced environment 能够成功 能够顺利地完成 交给我的工作 这个对他们培养出一个成功的律师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quality 然后我大学的老师 也给我写了很好的推荐信 所以我觉得这些 我可能都 都基本上都达到了他们的要求 那说了这么多 我简单跟大家概括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四点 你说你能体现就行 就是第一个我有经验 第二个我有热情 第三个我学习好 第四个说白就求你了 但是这说实话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这个是我在申请法学院的时候 我当时的一个同学 在申请生物方面的这个PhD 然后这是他发的朋友圈 那我觉得就非常好笑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有经验 就是我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经验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能够体现我能够在 Fast-paced High-pressure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能够thrive 第二个我有热情 我对法律有热情 我对这个学校有热情 这个都是在你的assist当中体现 我学习好 就是quantitative这些 All-side score Undergraduate GPA 第四个求你了 就是I don't know 申请早一点 当然你不能上赶着 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艺术 但是在你的assist当中 也可以体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结的 还是挺好 大家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 大家记忆的 然后最后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法学院时候的一些 extracurriculars 就是课外的经验 以及internships 实习 以及我的full-time job 会去哪里 像maria校长一开始帮我介绍的 就是我现在是 an editor at colo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law review 大家就是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学术杂志 这么一个事情 就比如说像有科学的杂志 什么science这些 就是有这个法律杂志 就是有现在的professors 教授 现在的practitioners 律师啊 法官啊 这些写的文章 甚至有一部分是学生写的文章 就是关于现在比较火热的 这个法律的话题 比如说SEC 美国证监会有出了一个 什么新的政策 或者是这个ESG 就是现在环境保护 这个topic也很热 对我们的legal practice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在这边做editor 我觉得能看到非常多的 cutting edge 非常高质量scholarship 也是对我来说 也是自身提高的一个 挺好的一个经验 然后我的实习经历 我在1L 就是first year law student 我在法学院第一年结束的 那个暑假 我是在bridgewater 这个是桥水基金 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对冲基金 然后他的创始人是Ray Dalio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我还是挺敬佩的一个投资人 然后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挺幸运进到了 他们的这个 legal and regulatory group 就他们的法律组 然后做了他们的in-house intern 然后我也看 就觉得还是挺幸运 能够看到 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看到在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他们的律师是怎么样工作 怎么样operate 会 solve 什么样的legal challenges 对我以后想 我在律所工作的一段时间 我会再找什么样的 职业的机会 也是有一定的启发 然后2L summer 就是我法学院第二年的时候 结束之后 那个暑假 我是在一个纽约的大律所 叫Paul Weiss 这个全名大家就不用记来 就是Paul Weiss Rivkin Warrant Garrison 说实话就是一串 人民就大家也不用特别在意 然后我是在他们的corporate department 就是在企业法的这个部门 然后在我 这个暑假干完了之后 我非常喜欢那边的人 但是我意识到我自己可能 最感兴趣的是capital markets 就是资本市场这一块的法律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那资本市场做的最好的是谁 就是David Polk 所以我就在 达到return offer之后 有reach out to Davis Polk 然后也比较幸运 面试很成功 然后现在 在去年9月份拿到他们的 这个corporate department specifically capital markets offer 然后我今年7月份 会考纽约的司法考试 然后应该在秋天 八九月份就开始入职 然后讲了这么多 我自己的经验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general advice on crafting your path 就是你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 可以有哪些的 general的这个points 你可以keep in mind 第一点就是 identify your concrete goals and values 就你的goals可以是 你想做医生 你想做engineer 你想做律师 你想做一个艺术家 怎么怎么样 不管是什么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identify这些goals 然后你才能找到一条路 leach those goals that you had 然后values 比如说你是对 你想这个fight for social justice 你想这个cure cancer 或者是你想这个 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陪你的家人 这些都是你的values 然后看一下你的goals 和你的values 是不是match 这样子也能 让你尽量走一条直的道路 towards your goal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想跟大家强调的一下 就是stand out by finding your unique angle the intersection of your qualifications experiences and interests 这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我之前 在我讲我自己的经历当中 也有allude到 就我跟大家说 我的家人都是science background 我爸妈都是医生 那虽然我不是 从来没有想过要考医学院 但是我在不管是从生 还是现在学法律的时候 我都会想 我会尽量找一个intersection 那我的intersection就是 find the intersection of healthcare and finance 就是在医药和这个金融 这个是我大学的时候 找的一个intersection 所以大家之前看我 大三时候的实习经历 和我在那个 U Chicago Innovation Fund 的这个实习经历 都是跟这个科学 或者是医药有相关 然后这样子 你能够找到intersection of your two interests 这样就能够帮你stand out 比如说你说 我想做一个engineer 我想做一个工程师 我的目标是做 最好的工程师 那这个怎么quantifier 就算你真的成为最好 那只有一个人能成为最好 对吧 那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unique angle 你比如说你可以找 the intersection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and law 就把你之前的 你最强的强项 你的经历 你的兴趣 把它结合起来 你做到你那个 一个niche里面最好的 那这个就 就容易很多 也能够 也比较 更加能够让 不管是你的学校 还是你以后的公司相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你的 你的angle是什么 你有哪些qualification experiences interest 你怎么样能够把它们 intersect一下 然后第三个 大家听得很多 是follow your passion of course follow your passion 但是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 不能完全就决定 我以后这个就是我的passion 那我觉得你可以focus在 maximize optionality 给自己尽量多的打开门 这样子你以后就算改变你的主意 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路可以选 而不是说会把自己框死在一条路 所以optionality 我在自己申请大学 申请法学院的时候 也是非常注重的一点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最后一点就plan ahead obviously早计划就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commit 你选定这条路 你就尽量往前走 不能说遇到一点点什么问题 你就说maybe I'll try something else 因为你每条路都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永远都是遇到问题 就try a different path 那可能永远都不会走得太远 so plan ahead commit 但同时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also know that you can pivot 这个就跟之前我说的optionality就很像 你给自己开了很多门 开了很多路 这样子就算你在一条路上发现 这个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或者这个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 没关系 you have the toolkit to pivot 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这个concept 这叫sunt cost fallacy 就是你已经付出的这个成本 你就不能收回来了 就比如说你去餐厅要一盘菜 然后这个菜非常咸 但是你就想啊 我已经付了钱 那我就把这个菜吃了 结果你越吃越难受 你的utility就会更加的减低 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已经付了这个钱 或者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时间 我就一定要走下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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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ever too late to pivot especially at a young age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第一个是尽量尽量选清楚路 尽量往前走 但如果真的确定自己不感兴趣 或者不适合自己 可以pivot 尽量把自己的options打开 这样可以在之后走得比较顺也比较远 然后最后讲了这么多substantive的 这个话题之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 我最喜欢的bible verse 这个在我不管申请大学 申请法学院 或者申请工作 比较迷茫 或者是比较anxious的时候 都是能够keep me grounded 这个是2nd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 7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那跟大家说我是基督徒 I'm a Christian believer 那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 这个原意就是说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信仰 我们根据上帝给我们的承诺走 而不是仅仅focus在我们眼睛 所能看到的世间的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理解的更广一点 we walk by faith the definition就是believing without seeing 就虽然我们可能你现在看不到你之后 会上会确定上哪个大学 或者是你上大学之后会学哪个career path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相信自己家人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的爱 相信你自己之前犯过的一些错误 或者遇到的一些坎坷 这些都会成为你之后前行道路当中 非常宝贵的一个算是筹码吧 而不是仅仅focus在我们眼前能看到 比如说我要写文章 我要考这个考那个 可能眼前看到觉得障碍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觉得可以能够inspire everyone to go further and to meet their full potential 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句话对我真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之后再如果遇到困难 也可以想一想 我今天说的 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presentation的部分 但是最精彩的放在最后 这个Maria校长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神秘嘉宾 那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 因为我跟这个神秘嘉宾 我们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我们认识已经十多年了 然后这十多年就可以一直说是我们是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就我是看着他一步步从这个BSS申请到 沃尔商学院 然后毕业之后去Boston的一个咨询公司做咨询师 然后去年又申请到了非常prestigious的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这个Schwartzman Scholarship 然后在刚刚结束的冬奥会当中 他也参与了这个planning的工作 part of the planning committee 然后又做了很多这个志愿者工作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他自己真的就是像那些 Olympic athletes一样就不害怕challenges keep pushing boundaries 真的非常非常为他骄傲 然后我们也是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观客 都是互相分享喜悦 互相支持 像我在去年9月份拿到我最想去的 律所offer的时候 Sherly她就在我旁边 然后她是第一个分享我的喜悦 第一个给我拥抱的这么一个人 她看到我接那个电话 看到我有多么开心 然后她也非常为我教 我也非常非常为她教 所以说实话你让我讲这个嘉宾 我可以一直讲下去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直接听她讲的 就不要再听我讲了 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欢迎Sherly 大家好谢谢詹妮 也谢谢Maria和维多利亚学院 给我这个机会 说实话就是今天是詹妮的主场 我也是讲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还是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詹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她 今天也是我也是主要是来支持詹妮的讲座的 因为像詹妮说了 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从高中开始 然后我们到后面一起报考美国的大学 我们可以说是一起经历 她也是我最强的竞争对手 她是第一我 所以我就到不了第一 但是还是有个非常美好的友谊 然后后面包括找工作 然后后来我报考清华的苏世平学院 她都是一直在我旁边 所以我想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作为今天的主题 其实我也是在加拿大Bishish Strong School之前 我是来自于北京 但是我从小呢跟着我父母 就是搬到很多不同的国家 住过法国 住过美国 然后最后搬到初中的时候搬到的加拿大 然后一直在那里学习 然后关于我的疼孝之路呢 可以说是有些人是比较值的 我是比较弯的 因为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我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 所以可以说有一点 詹妮讲得非常好的是 如何把自己的不同的精力串起来 然后达到自己的目标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呢 我参加过DECO 我也参加过模拟联合国 我当时对国际关系也非常感兴趣 同时我也非常喜欢艺术 我很喜欢美术啊 然后服装设计 然后我也很喜欢体育 然后参加过高中的设计的校队 所以当时在报考大学的时候 我没有从大一就很明确的知道 我想去的是沃顿商学院 我知道我要去一所非常好的大学 因为有个很好的平台 但是我是不清楚的 然后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呢 我是一个人住校 所以当时没有父母 然后也是可以说是有 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准备的这些SAT啊 然后考试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是非常感谢 我也是有一些 差不多像我现在这个年龄 差不多大的mentor 给了我一些作文的帮助 然后也有些学校 当时给我SAT考试的tip 这当然对于我来说 当时一个人独自住在加拿大 然后报考 大学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也最后达到自己的目标 去了自己最喜欢的 最希望去的大学 所以以后我也是很高兴 有这个维多利亚学这个机会 也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也是有很多兴趣广泛 然后想如何怎么可以达到自己 去到一个自己特别想去的学校 也很欢迎大家通过 维多利亚大学院来联系我 然后我也很愿意帮助大家 或者为了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今天先介绍这么多 谢谢 哇哦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啊 Shirley 这个你现在是在北京的上午10点 10点16分是吧 这个哇哦 太棒了 这次冬奥会那个 您是作为志愿者在那边 感觉到很辛苦是吧 我相信是这样 对 还可以 对 我在冬奥会是 主要负责的是美国代表团 他们的之前的 就知道中国的一些事宜 然后包括他们至今 在冬奥会之所有的事宜 都是我需要帮忙负责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理 也是跟我现在主要做的不太一样 我之前是咨询师 然后结束这段冬奥经理 隔离完之后 我还是要回到 去一家在美国的私募基金做实习 但是是在国内的办公室 对 哇哦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是这样 这个所有的家长们啊 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可不可以给我们的两位美女啊 这个学霸 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 我们可不可以在 在chatting里边留下来 您真实的感受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家长 然后包括我们的牛会长 都说讲得非常的真实 讲得非常的棒 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大家要知道我们能够有机会和这些年轻的孩子 这么优秀的孩子 这么直接的面对面 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说实话 刚才我在听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同事今天都留下来 主动留下来加班 他们说校长我们就是想 跟他们能够站得更近一些 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多的 这种积极的正能量 我看到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刷屏的感谢 谢谢大家 我在这里呢 其实我刚才在这个听珍妮讲 听Sherry讲 讲这些孩子们 他们在曾经当年初中高中的时候 他们的友谊 然后包括他们的共同成长 我其实呢 特别有一种冲动 想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呢在哥伦比亚大学啊 然后呢这个当时坐在中间 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讲嘉宾 我们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早路的 这个我们优秀的珍妮 然后呢那她的这个右边 她的这个右边呢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上一次1月30号 来到维多利亚直播间的 沃尔登商学院的Hazer 那Hazer呢和我们刚才的Sherry 她俩是大学同学 她们全部都是同一届的孩子啊 是她们是大学同学 所以呢Sherry和Hazer也是呢 关系非常非常的棒 那左边呢大家呢可能知道 这是我女儿啊 Ruby她现在是在哈佛读博士啊 那Ruby呢和Jenny呢 是大学同学 她们都是来自芝加哥大学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一件事情 很多很多家长来问我说 校长这个为什么要让孩子上藤校 为什么要让孩子去上这些名校 我想跟家长来讲 不单纯的说这些藤校 这些名校 能够给我们孩子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他们能够接触到 而且他们能够感染到 这些我认为来自全世界 最优秀的这样同年龄的孩子的这种感染 所以可以让我们孩子发挥出他的潜能 我相信呢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能够说 哎呀那让我的孩子啊 这个能够更加的优秀 那怎样能够给到他呢 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父母守望的麦田里 长得金黄又饱满 结出最甜美的过失 真的是这样子的 没有任何一项事业 并培养优秀的孩子 构建幸福的家庭 更加的伟大 所以校长在这里呢 这个我特别的想问大家一句话啊 就是我们的家长 作为家长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到底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 每个孩子的成功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因为呢 贵魂我也希望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来分享呢 就是Ruby的成长之路 和Jenny不一样 和Sherry不一样 和Hazer不一样 和Niko不一样 然后呢 每个孩子都是有他自己的独到的一个赛道 那作为一个家长 我们该怎么做呢 那我呢 下面是这样子啊 亲爱的小伙伴们 亲爱的家长们 我们呢 给我们的两位美女 我们的Jenny和我们的Sherry 一个呢 喝水的机会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现在在chatting里敲出来 然后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会有一个特别的大礼 送给大家 但是我只有五个名额 就是我们有机会 和我们的Jenny 还有Sherry啊 就是面对面的 然后呢 就是这种一对一的 然后能够做这种咨询 然后待会儿要给两位 这个姑娘啊 给我们两位优秀的 这个他们呢 这个休息一下的时间 另外呢 他们会看一下呢 我们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挑选最有代表性的问题 来进行解答啊 谢谢今天晚上 家长特别的热情 所以呢 哇哦天哪 我看到Yolanda已经反应过来 已经敲衣了啊 这个我们要把这个 留给大家 那我也在这里呢 在他们这个休息的时候 喝水的时间呢 那我们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为什么包括呢 我们的这个环语教育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华联会啊 这么多非营利组织 我们愿意走到一起来 来打造一个 不一样的名校直通车 专门为我们加拿大的孩子 中国的孩子 量身定做的 一个名校直通车 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 都像Jenny一样 Shirley一样 Ruby一样 然后全部都是来自 加拿大的高中 然后Ruby是多大福中 然后Jenny和Shirley是 这个Bishop 然后那他们呢 能够找过去 美国的名校录取 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在这里呢 我想呢 把我们最大的一个幕后英雄 我们的Terry请出来啊 因为Terry呢 是我们的最主要的 项目负责人 他一直是负责 跟我们每一位 大腾的导师进行沟通 然后包括每一个孩子 我们都是时间保姆 盯着每一个孩子走下来 所以才会让这些孩子 长得饱满又甜美 所以呢 从事了十多年的 教育项目开发 和教育管理工作 而且也曾经在新东方 然后包括呢 曾经在国内外 多家高校培训机构 担任教育主任 那我把时间交给Terry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维多利亚 我们的环宇国际 然后呢 环宇教育 然后包括我们中国的啊 这个中医教育 能为大家做什么 好的 那请两位啊 两位小女孩 这个太优秀了 请杰尼和这个Sherry 可以喝一口水 另外我看到有很多问题啊 然后呢 可以请Sherry和Jenny 准备一下这些问题 挑选出最有代表性的 我们有三个问题啊 给大家这个进行一下解答啊 好的 谢谢啊 谢谢Terry Terry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帮到了很多孩子 那下面呢 我看到呢 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多啊 有兰娜问到 可不可以问问题给Terry 当然可以 有兰娜您可以敲出来啊 那我们下面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这个我会呢 这个有很多问题 我看到是问Terry的 问我的 也有很多问题是问Jenny的 我请Jenny呢 刚才啊 Jenny可没闲着啊 我们的美女们 然后呢 她把呢Q&A里面 有很多问题 然后chatting有很多问题 她总结出来呢 三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我呢 基本上就是Jenny 回答一个问题 我来回答一个问题啊 我们俩进行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互动啊 这个跟大伙讲实话 其实呢 我每一次 这个当时Ruby 在芝加哥大学 读了四年大学 我每一个夏天都要过去 而且呢 只要有时间 我就跑过去 不单纯的是说 去看我自己的女儿 我喜欢看到这一群 漂亮的 美丽的姑娘们 而且呢 她们每一次呢 都真的是这个 所以我每次去 她们说 这个这个Maria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一起出去吃饭 我真的和她们 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感受到 她们那份呢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又这么出色 又这么优秀 但是呢 每一个孩子 又那么善良 然后同时呢 又那么呢 这个有情怀 希望能够呢 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我自己呢 真的是 当时就经常想起这句话 叫做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然后呢 这个世界也是你们的 但这个世界 终究是你们的 所以呢 我希望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 我们能做的 就是我们高高的 把我们的孩子 拖起来 然后呢 让他们来拥有 这个世界 所以呢 这个亲爱的小伙伴呢 为这一点啊 我们付出多少 都是值得的 那我们请杰尼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杰尼刚才已经啊 这个看到了啊 这个已经看到了 好的 那杰尼我们回答第一个 你选择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第一个问题 您说 哎 我哪一个问题啊 这个我想进行一下回答 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 OK 谢谢Maria小张 我刚才看了一下chat 有人说 加拿大的谷爱玲 这肯定不是我啊 但是 但是我确实想到谷爱玲 他之前去一个forum讲到 就是给大家的建议 他就说 不要小看自己的能量 不要 be afraid to push boundaries 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讲的 还是比较符合 所以在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前 想把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下 然后我第一个挑的问题是 申请大学最挑战的是哪一方面 或哪些方面 那其实有很多方面 相当于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你都要做得很好 才能够要申请上 美国的顶级的大学 但是你如果让我概括一下 我会说 most challenging part is to stand out among a sea of highly qualified applicants 就跟你竞争的人 不是说他成绩不好 或者说 他可能跟你竞争的人 跟你同样的GPA 跟你同样好的学校 跟你同样有 同样的number of like volunteer hours 那这个时候 怎么样能够stand out 就是要find your angle either是你有不一样的 这个extracurricular经验 或者是你有不一样的 这个mix of 这个academic achievements 或者是说你在 比如说在竞赛当中 得了特别好的成绩 或者说你在你的文章当中 写出了你自己的故事 能够非常非常吸引 这个招生官的眼球 因为说实话 招生官每年看很多很多的application 尤其是比如说 什么UC Berkeley 这样子的公立大学 他每年都招非常多的学生 那他可能只有最多10分钟的时间 看你的application 虽然这个application是 这个总结了你这18年的 这个人生成就 但对他来说就是一张纸 所以stand out非常重要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 就申请美国大学 是一个非常holistic process 非常全面的一个process 不是说成绩好就可以 成绩好 成绩不好不行 但成绩好也不是说 就一定可以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的准备 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己的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然后完全不要小看这个文章 因为我觉得文章在很多时候 如果在成绩和其他的这个 extracurricular都比较 这个相似的时候 如果文章能够 你写的能够打动这个招生官 能够体现到你有热情 这个你有经验 你学习好 以及求你了 in a more professional way 我觉得这个会是 能够让你stand out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几年级开始规划 这个就一句话就回答了 说实话 我是上 maybe初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想去 美国上大学 但是真正开始规划 可能是十年级 十一年级的时候 真正开始考 学SAT是十年级 然后十一年级开始考 十一年级暑假 开始准备文章 这个我之前在我的时间线里 有讲到 OK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尽量rapid fire回答快一些 多给Maria校长一些时间 Maria校长您在吗 我在我在我在 好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那个什么喝了一口水 我去倒了一点水 我也很紧张 今天晚上 不过看到这么多人 对我们的Jenny给了这么多的赞誉 我也特别特别 打起眼里特别高兴 这个刚才有人在问 说校长到底这个是叫 怎么叫这个 就是说规划 这个因为刚才那个 我们Terry讲了一下 其实呢 就是我对名校的理解 就是名校对孩子的需求 因为我们呢 这个真的是接触了这么多 这个特别好的孩子 来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晚上 因为这个呢 当时最早最早 是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11月30号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是最早Ruby开始第一场 11月30号 这个纪念她父亲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每个月每个月 然后没有想到就坚持下来啊 这个其实这个小女孩啊 就是下个月 Conny跟这个Jenny也很熟啊 就是说也是 他们都是一起啊 就是都是认识的这种小伙伴 然后呢 这个姑娘是在MIT和哈佛啊 这个她的博士前是MIT 然后呢 她的大学是哈佛啊 然后这个 她的那个就是那个博士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4月份呢 是4月24号 也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孩子 5月份 这个我们会请到一个西点军校的 一个男孩子来讲 如何申请西点军校 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名校孩子 我不知道 这个今天下午 还有这个同事啊 跟我讨论 她说 哎 她说校长怎么老觉得 这些小姑娘们长得都很像 就各顶各都这么漂亮啊 这个我给他们看 就是Hazer Ruby和这个Jenny的照片啊 我说不是的 是他们的气质很像 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种呢 叫做名校的道路是可以被复制的 然后呢 一切的这个成功 孩子成功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所以名校对孩子需求是什么呢 第一 掌握正确读书的方法 然后大家可以听到啊 这个正确读书的方法呢 这个当时最早第一讲 Ruby讲的比较多的是读书的方法啊 这个 而我们Jenny的今天给大伙讲到了 科学的规划时间和进度啊 这一点呢是大部分孩子 就是别说就是说家长啊 家长也没有办法做到了这一点 那第三点呢是阎光向上的心态 就是她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你看这个Jenny啊 任何时候包括Shirley啊 其实她刚刚做完这个就是冬奥会这边的活动 非常的辛苦 然后但是呢 这个这个而且现在刚刚又处在隔离期间嘛 但是她说没问题 我都可以啊 一直早早的他们俩就已经走到直播间 就这些是孩子共同的 另外一个就是心怀大志 这个像Jenny讲到就是她 这个一方面呢 就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在经济法方面 就是公司法方面 然后能够不一样 这个真的是很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 我们最年轻的华裔的女性的律师 我坚定的相信我们的Jenny 在这个行业里会为我们华裔争光的 然后同时呢 她也讲到她说这个姥姥特别希望的 外婆当时特别希望Jenny能去做一个律师 说姥姥这个她大三的时候姥姥生病 说我模模糊糊糊的好像做梦一样 然后都看到你在法庭上 然后作为一个律师出现 哎呀我觉得Jenny跟我讲完了以后 我自己特别的就是感动 这些孩子她有一份了 这种就是心怀大志的一颗心 那实际上呢 刚才有学生问到啊 说校长你们到底就是说在做什么 我来告诉大家 整个这套规划的体系呢 实际上是我自己发明的 然后呢我自己发明的 我帮到谁了呢 我帮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呢 Ruby 就是我女儿啊 就是我用这种方式呢 就是帮到Ruby啊 那我们呢这个 现在呢我自己一直是有一个愿望 因为我呢发现就是用这种方法 后来我们又帮到了很多孩子 包括我自己好朋友的一个孩子 叫这个Wendy的儿子啊 他呢当时我说你儿子不用来找我啊 我觉得去约克大学就不错挺好的 然后他说不行校长 他说我必须送给你啊 然后这个后来的孩子实际上是在前年 被这个加就是加州大学那个洛杉矶分校啊 UCLA给录取相当不错的大学啊 那这套这个体系到底是怎样的一套体系呢 就是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呢实际上呢 每一个孩子首先就是我们要给他呢 这个定位定位呢 他到底他喜欢哪一个方向 所以这是第一步 就是你要翻到奥头 刚才这个Janny强调过很多次 聪明的家长应该听到这一点 就Janny也提到了 就是你要找到他的兴趣点 你要找到他的兴趣点 然后我们很年轻 然后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但是呢只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兴趣点 你才会沿着这条路走下来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找到到底这个孩子 他喜欢生物啊医药啊医学啊化学 然后呢还是这个喜欢 这个孩子喜欢high tech 然后还是说呢他喜欢文商 像Janny呢他是属于文商类 Ruby荆棘也是文商类 Hazer这个Wilden商学院 ShirleyWilden商学院 这都是文商类 然后但是呢每一个文商类 他有很多分工啊 那在这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方向 这是第一步 今天下午我们刚刚有一个男孩子 他就喜欢这个计算机 然后呢他一直为我 他说Nikolas就是那个Niko啊 就是他听过他MIT的那个 那个孩子在12月份的演讲 他说我坚定的要走这条路 我将来就要去MIT 然后他在10岁的时候 他自己在YouTube上 就已经做了特别漂亮的一个 这种就是 然后我觉得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那我们呢第一步就是说这个孩子确定这个方向以后 那我们呢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呢 我们需要呢知道就说这个孩子 那他到底呢就是他是哪一些大学会是呢在文商类比较不错的大学 那我们比如说剑桥哥伦比亚多伦多大学 然后到底呢是哪一些专业非常好 然后呢这个这是啊就是哪一些专业都是文商类的一些专业 然后再另外呢在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是呢这个文商类的专业的孩子 他毕业能够找到哪一些工作 然后这是我们呢就是说第二步要跟家长大伙都在同一个配置上 那都在同一个配置上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呢这个下一步其实呢就是要按照这个实相全能 然后这个呢这个我看一下啊 我要请这个啊 我要请一个啊 这个我看一下啊 这个请Ruby啊 请这个Jenny啊 这个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因为刚才这个学生啊 这个学生问到我这个问题 我待会再回答你啊 好的那我们Jenny啊 我们Jenny选择第二个问题啊 看一下我们选择第二个问题 对好没问题 我看了有几个问题是比较相似 那我就把它把它把它成一个啊 就这样给大家能回答全面一些 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关于选专业方向 或者是啊高中如何选课IB versus AP 然后啊这些选课选专业方向的啊问题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专业重要的不是看你选的是什么 除非像医学院那你可能就是得上pre-med这样的课 那这个不管什么法 你以后想做法律商学院engineering这些 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啊 找一个你感兴趣的专业 找一个上challenging的课程 and do well in them 这个是对于大学的一个建议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 说实话选课我当时就是 我挺早就知道我想学经济 但是我还是学了这个化学啊数学 都上的是AP课程啊 统计啊这个啊 AP English Language和AP English Literature 然后这些都是在我的高中 算是最 challenging的课程之一 然后我都考了还不错的成绩 我觉得这样子就能够让美国大学看到 你不害怕challenge 你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你也不怕challenge 你也能够在遇到challenge过程当中 努力克服 这样能够显示出你的 academic capabilities 同时也能显示出你的 maturities 然后如果孩子在大一时 还不能确定下具体的专业方向 那其实像在芝加哥大学 我有挺多同学在大一的时候 都没有确定方向 我觉得可能美国大学跟 至少在我印象当中 跟那个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不一样 我记得当时申请加拿大的大学 可能比如说申请多大 就申请的是Raman Commerce Waterloo 我当时申请的是精算 可能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要选择 但是美国大学会flexible很多 尤其比如说芝加哥大学 你第一年你申请的时候 这是可以undeclared 那你在申请的文章当中 你可以说 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 或者什么哲学系这些 而是说我特别喜欢芝加哥大学的 intellectual rigor 特别喜欢他给我锻炼我的 这个critical thinking的这个环境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找到角度的 然后IB versus AP 我当时在申请中学的时候 我是面试了这个BSS和那个Branxam Branxam Hall 是多伦多的另外一个女校 然后我两个都进了 但是我最后选择的是BSS 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是我当时觉得AP是直接跟申请美国大学 直接换学分会比较对口 但其实我也有 指导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Julia 可能之后 Maria校长也会请来跟大家分享 他就是Branxam毕业的 他就学的是IB curriculum 虽然他没去英国 可能在换学分的时候 可能没有像AP那么直接 但是说实话 这些在over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 重要的就是选一个 选自己有兴趣的课 选难的课 学好 然后能够在面试 或者是在写那个申请文章的时候 能够把你自己的 narrative 串起来 能够把tell your story tell a story that makes sense tell a story that's convincing tell a story that makes you stand out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下一个问题 请Maria校长来回答 第一个 刚才呢 实际上我给大家讲的第一步 因为我是按照大家 这个Janny回答大家的问题的顺序 就是第一步 先怎么样帮助孩子选择到 就是说他喜欢的专业 包括呢 那喜欢的专业对应哪些大学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的go 然后呢 那这些大学呢 毕业以后我们能做什么 但是这个过程呢 为什么难 就是滕校为什么难 刚才很多家长呢 大家呢 就是问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我看到有一点就是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 您问的那个问题 比如说AP怎样去考试 或者说您这个Janny 你的那个就是 你的reference letter 是怎么拿到的 然后或者说呢 你的DECA竞赛 实际上呢 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一项 都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深度疼笑 他需要呢 视像权能 所以为什么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第一项呢 就是校内平均成绩 大家都知道 Janny当时呢 她是Bshop全校第一啊 这个至少90分以上 然后我知道呢 像这个Ruby呢 她当时是在多大副中啊 她也是97分以上啊 这个就是真的是 90分以上是必须的 另外呢 就是说AP至少是两门 这个呢 每个孩子不一样 但每个孩子这些事情都要去做 像Ruby呢 当时是考了五门 然后Janny呢 是考了八门 在这个地方 刚才有一个家长 问了一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中国的家长 然后这个家长说呢 这个校长我看到你说 Janny是七万五 全球七万五的考生当中 15位这个满分得主之一啊 这个她说 我觉得好像不止吧 好像很多人都得五分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看Ruby呢 她的五门都是五分 然后我当时很骄傲和自豪 但是我听了人家Janny之后呢 我就知道说 好像可能是不是差一口气 然后又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啊 当然我后来没有问Ruby啊 这个就是Ruby的这个五分 五门五分 然后她可能 比如说啊 我不知道Janny当时啊 比如说她的经济 是多少门 就是多少道考题 然后呢 而Janny是所有每一道考题 都达到了这个全队的情况下 才能够达到啊 拿到这个叫做七万五考生当中 15位全科满分 就是我不知道 我其实想问Janny啊 当时你的AP经济当中 是就是一共多少道题 然后你每道题都是 都是满分 对吧 对我记得当时 我正好回去找了一下 当时15年拿到那封信 当时好像是有90多道题 然后每一道题都是啊 都是全对 然后其实拿五分 可能是你只要是达到 我具体的数字 我忘了 但是可能是 在所有考生当中 你考的比90%人考的好 就是90th percent好 就是你是前10% 或者是前15% 就可以拿到啊 这个五分啊 所以说你其实可以错挺 错相当 也不是说很多道题 但是可以错几道题啊 但是拿到满分 尤其是因为这个AP考试 College Board Design的时候 就是不是想让你拿满分 所以他会给你挖很多陷阱 有很多tricks 所以我当时自己每道题都答对 我说啊 你说的是我吗 所以啊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我觉得大家 没必要就特别去纠结这个 这个区别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说啊 我特别喜欢经济 我一定要每道题都全对 我只是跟大家说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然后如果你能够拿到这个 也是跟我之前回答 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说帮助你stand out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leverage 所以大家知道啊 你看像那个 Jenny是八门 然后呢 Ruby是五门 然后上一次的Hazer是几门呢 Hazer呢 实际上只考了一门AP考试 但是Hazer为什么会被 Wordern商学院录取呢 大家看第四项 就是学术竞赛成绩 不要忘了 Hazer是什么 我们的Hazer呢 是安省的DECA的 就是DECA呢 这个 这个我给大伙看一下 DECA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安省的DECA的 Executive 而且呢 她当时是得了 International的 这个第一名啊 这个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又给大伙介绍 这个Jenny啊 这个在DECA方面有多么厉害 Jenny自己可以介绍一下啊 而且特别有意思 Jenny后来跟我讲 她说阿姨你知道 当时我是代表Bishop 然后呢 Ruby是代表UTS 然后我们在同一个组里面竞赛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Ruby 然后这个 可以就是讲一下 就是DECA到底是什么 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下 Jenny 这个 可以没问题 我等会再跟大家讲 那个算是一个小小 一个挺有趣的 一个anecdote 但是DECA就 基本上是相当于是 business case competition 有非常非常多的category 有非常非常多的substantive 的那个内容 但是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商业方面的problem 比如说我当时做的是financial organization research 就是找一个金融的机构 然后做一个research 给他们做一个这个strategy的这个分析 其实说实话跟那个像Sherly做的工作 咨询师做的工作非常非常像 而且当时也花了很多时间做powerpoint 怎么样花时间present 不光是做一个好的strategy 更重要的也是你的oral delivery 怎么样能够convince你的judge 然后当时这个小故事就是 有特别特别多的categories 但是我和Ruby正好是同一个category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Ruby好像只比我高了 半分还是一分 然后他排在我前面 我高中的时候非常competitive 这个since then大气了很多 大家不要以为我现在还是这么competitive 但是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你就比我高半分比我高一分 你居然排在我前面 然后你觉得你是谁 但是我后来也看了一下Ruby的presentation 确实做的非常好 我还记得他做的是TD银行 然后我做的是一个Sunlight Financial 是一个加拿大的这个insurance 这个保险公司 然后后来我们都是进了安省的前几名 然后都qualify去了美国 这个ICDC就是international的比赛 然后那年正好在美国 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 所以我们也去了这个Disney 和那个环球影城Universal 然后我在这个international比赛的时候 还看到Ruby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 他也要去芝加哥大学 然后就想OK 那以后我们肯定是竞争对手 但后来其实不是我们俩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也是非常巧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对Header也有印象 因为她是那个Dakon Charity Executive 我好像看到过她发言 其实我们当时都有一点点竞争的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觉得如果大家想学商科 或者哪怕你不管你想学什么 你想对自己的这个strategic thinking 自己的这个presentation skill 想要一定的这个提高的话 我觉得Dakon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experience 而且你在以后讲自己故事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说 我因为在高中接受接触到了Dakon 所以对我 让我对商科非常感兴趣 哪怕你学医 你可以就是找不同的角度 把这个Dakon experience 切成各种各样的角度 找最合适你的那个角度 把你自己的experience 穿成一个比较persuasive的一个narrative 我觉得这个Dakon experience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versatile 你怎么样sell 怎么样spin它都可以 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高中有机会 尽量多做几年 这样子 你如果第一年没有进这个国际比赛 第二年第三年还有机会 所以大家你看啊 这个Dakon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说句实话啊 这个我其实对Dakon的了解 就是Ruby十年 即开始参加Dakon 他本来是性格特别内向的一个孩子 就是因为参加Dakon 就是当时他跟这个Jenny竞争的时候啊 他当时Ruby和这个 他的那个partner 他们的的确确是 他们present这个TD银行啊 最后是得了 我记得是这个得了一个安省第一 后来参加International 他们得了第二名 然后我其实我觉得这种经历 对孩子真的是太重要 当时他跟我讲奥兰多 他们整个一个酒店 我忘记是协尔顿酒店 还什么酒店 整个一个酒店 就是 是来自全世界的各地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再来竞争这件事情 所以这种 我觉得这种感觉 对于这个孩子的整体的成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Jenny提到Hazer啊 就是Hazer呢 他人家虽然没有那么多AP的考试成绩 然后呢 但是他为什么被Urden上学院录取 就是因为呢 他在DECA方面 我认为应该是最厉害的一个人 所以呢 他的DECA是安省的Exactive 所以Hazer当时这个我们有孩子 就说我一定要请Hazer老师 Hazer老师来给我辅导DECA 我跟他妈妈讲 我说 我说你女人真的很厉害 她一看就知道谁是最厉害的 所以这些大腾的博士呢 他是不一样的 和说哎 这个我来辅导您 或者说找一个 你觉得还差不多的人来辅导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他们是自己这样走过来的 在引导这些孩子 所以我跟所有人的家长都讲 我说我最最骄傲的自豪的 就是我腰杆挺直 就是我不只能够说帮到Ruby 帮到我自己孩子 我相信我还可以帮到更多的孩子 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刚才啊 就是提到说大腾到底男在哪里 为什么家长呢 很多家长说 哎呀我觉得我的孩子 今天下午有一个 这个我跟他叫弟弟啊 给我打电话 他说校长 我看你今晚又来刺激我们了 你又找了个哥伦比亚的 他说我已经彻底放弃我儿子了 我就想我这辈子 我自己就自己这个 这个发愤突强 我能不能赚个几百万 然后将来给他 这个让他能够过日子就行了 我不认为他能够上什么好大线 我已经放弃了 我说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来听一下 你就会知道 其实呢 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只不过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 但是呢 如果家长能够愿意和孩子一起走 我们也愿意帮助大家 所以仅仅校内成绩 就是这四项 就是说光应激能啊 你的校内成绩 这个孩子得考这么高的分 然后呢 同时要AP去参加考试 然后而且呢 这个这些考试啊等等 他有的每年就一次 比如五月份 每年只有一次考试就是五月份 然后另外呢 你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术竞赛的成绩啊 然后这个呢 这个学术竞赛方面呢 像那个 刚才提到了 就是这个 Hazer她是Dekka 然后呢 Jenny这边呢 Jenny的 有一点非常突出 我认为 就是她在义工方面啊 过一会儿我会讲到 然后包括呢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其实呢 就是这种竞赛 中学生的竞赛当中 这个Sherry一直没有发言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Sherry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 今天晚上真的是太棒了能把他们给请过来啊 Sherry大家看到没有 她是 她也在Bshop 她也是Dekka的社团团长 同时她是什么呢 她是模拟联合国 这个应该是模拟联合国 对吧 就是因为我 我不知道这个和骚嘛 就是说有什么样区别啊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可能Sherry或者Jenny啊 这个叫Model UN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种中学生的一种竞赛 很多家人跟我讲说 校长我今天打开眼界 我以前都听都没听说过啊 就是所以 这些孩子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做了大量的事情 另外呢 人家Sherry还参加过学校的射箭队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所以这些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这四项应技能 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呢 他必须要考一个很高的SAT的分数啊 这个SAT SAT 我记得啊 就是你看 你看特别有意思 我像一个这个 怎么讲呢 叫这个 每次看到这些孩子 我就露出叫姨母校啊 我就情不自禁的高兴 然后我就会跑过去问说 哎 你的AP考的几门啊 考的多少分啊 你的SAT考的多少分啊 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但是呢 我特别特别 这个想把这些规律啊 总结出来 可以帮到更多的下一代孩子 因为SAT呢 我记得 Hazer应该当时 那年他们的满分是2300分 对吧 那个Jenny 你们那年 这个 这个 满分是2300分 是2400 现在可能改到1800 1800 对 那年是2400 我记得呢 当时呢 那年呢 Hazer考的是ACT ACT呢 然后因为他建议呢 他说 这个 那个Maria 实际上呢 可以让更多孩子 可能去考ACT ACT可能更简单一些 然后 但是Jenny呢 和Ruby考的都是SAT 然后当时 2400 对 好像Ruby是2200 多少30 还是多少 反正 然后Jenny也是很高分数 就这个分数 你至少应该是2250以上 所以不容易的 我觉得家长 可能咱成年人都很难做到 那除了这些以外 因为很多问题 都是围绕着十项全能 那孩子 软技能 就是这么多孩子 成绩都很好 软技能 到底应该怎样来做呢 那就是 下校 就是说你的每一个下校 都不能虚度 那我们呢 这个每个孩子又不一样 像那个 Jenny 我记得提到了 她的下校 是在那个Jenny 好像 我印象当中 Jenny是做了很多义工 在下校方面 是吧 做了很多义工 然后呢 Ruby的下校 做了三年 我觉得我们 比较幸运的就是 我们从九年级开始 她的下校 就没有领着她到处乱玩啊 另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 说把她送回国啊 等等 然后我们呢 九年级 她是上的 Smith College Smith College呢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啊 就是Jenny 肯定也知道 就是 像他们是叫 就是叫文理学校 这也是一个女校的 一个文理学校 然后十年级 是在Shadow Valley 然后十一年级呢 她是在那个 Deep River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Ruby 她走的是 Research这条路 所以呢 她的下校 每一年都没有虚度啊 然后我们还有 其中有两个年 我们每年夏天 我准备 这个疫情一解封 就马上干这件事 然后呢 我们都带着孩子 然后呢 叫名校游 然后去东部 先去给她看哈佛 再给她看MIT 然后再给她看 芝加哥那些 然后再给她看 我不知道这个Jenny 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啊 然后再给她看耶鲁 然后看普利斯顿 然后这个到耶鲁那个法学院呢 这个包括耶鲁那个那些 就是你很害怕的 就是你觉得一看 就是很震撼 然后到普利斯顿 我记得当时呢 我们也是这个请一位学姐 然后那个学姐说 啊这个楼是 这个爱因斯坦啊 这个研究过 在这儿待过一个楼 哎呀 我说快拍下来 快拍下来 就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 就是夏天 真的是很重要 这个这也是我们呢 要领着孩子 一步一步去做 每一分钟都不能虚度啊 另外那个社区义工这块 其实呢 我希望Jenny 可以跟大家 多交流一下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呢 是我们在前几次讲座当中 都没有涵盖到这么多 在社区义工方面 就Jenny做过那些 包括她的reference 就她的推荐信 然后呢 实际上是从她的教会拿到的 那她教会 她的牧师是谁呢 我觉得没有这么一个 强有力的一个牧师的推荐信 我认为这个芝加哥大学 作为世界名校 她今年应该排名第五位啊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很难 这个Jenny 可以介绍一下这一块 就是社区义工 Jenny做了什么 OK 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很有缘分啊 就像Maria校长刚才说的 我的这个教会的牧师 她是 她不光只是牧师 她在做牧师之前 她在197几年的时候 她是英国人啊 然后她在197几年的时候 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就我的母校啊 她读的是经济的博士 然后她的导师是Gary Becker 就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经济系的 这个楼叫那个 Becker Freem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然后这个Becker 这个Namesake就是Gary Becker 就是她当时的博士导师 然后她当时啊 她跟我说她在芝加哥大学 读完博士之后 她就去找教职 做那个教授的职位 然后当时是 她其实也来了 Colombia 哥伦比亚大学 也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教授的这个offer 然后也拿到了加拿大那边 就是西安大略大学 这个Western University Ivey的这个教职 然后她因为觉得 加拿大的节奏会相对慢一些 能够更加给她 有更多的时间 来就是为她的信仰 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她那个时候 周末也会在教会 做义工这样子 可能Colombia就会 节奏比较快 在纽约可能也不会 有那么多的机会 能够让她有这个 work-life balance 所以她当时去了 这个 这个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在那个Ivey 做了九年的这个教授 然后之后她是 其实教授 还是比较轻松的 一个工作 收入也不错 而且每七年 是有一个sabbatical 就是这一年 你可以就做 你自己的research 不会让你去玩 但是你就不用教书 就也不用有学校 那些obligations 你就可以做 学校的research 然后学校会给你funding 所以这个work-life balance 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么一个职业 但是她当时觉得 她的人生会更加fulfilled if he devoted 100% of his time to his church 所以她那个时候就辞职 然后做了这个牧师 但其实说实话 我在决定申请芝加哥大学之前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它非常低调 它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 就我是这个 之前是经济教授 我来跟你们讲 这个步道 你们很幸运 怎么怎么样 是因为我跟她的太太 也叫Sherly 我跟她的太太Sherly 是这个Sunday School的partner 我们一起在教会 教那个小孩 就我之前跟大家讲Sunday School 就主要是给小孩 讲一些这个bible lessons 然后也会跟他们 就讲一些这个bible verses 然后因为小孩子 你要让他讲得更加engaging一点 所以我就也会跟Sherly 教会的Sherly 一起做手工 然后做那些puppet show 这些我完全就美术 完全以前就不会 但是根据他的 在他的这个mentor下 我觉得我最后 还是能跟小孩沟通的还不错 而且因为孩子很小 所以就你不能用大人思维 跟他沟通 所以这个也锻炼了一下 我的这个communication skills 以及我的耐心 然后这个我确实是做的比较多 然后在申请性的方面 我之前还想就跟大家强调一下 跟你的这个高中老师 保持好关系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我还想跟大家说 就可能大家都觉得 我如果比如说 我是你经济系 我就得找我的经济老师写 我是找了我的经济老师写 但我也确实最喜欢 我的经济老师 但比如说你 你的你学的最好的 或者你最喜欢的老师 是你的数学老师 你升经济 我建议你就找你最喜欢的老师 而不是找最compatible的 这个专业 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 不可能完完全全找一个 跟大学完全对口的 进一个课 但这个时候你的personality 你的character trait 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遇到 你怎么解决这个困难 你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尽 以及你的各方面的soft skills 这个都是通过你的这个reference slider 你的letter of recommendation来显示的 那这个时候找一个了解你的老师 哪怕他不是直接跟你申请的一个专业相关 我觉得也是会非常有价值的 然后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找了我的 这个AP经济老师和我的AP英语老师写的 但我之前申请 还申请一些加拿大的大学 什么精算 这个Roman Commerce这些 我是找了我的一个accounting老师 我当时在高中就有上accounting和finance的课程 找了他写的 还有我的统计老师 我的化学老师 他们都非常愿意帮我写 所以就 you know have some diversity 不是说每个学校都要用同样的推荐信 但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找了解你的老师 就像你申请大学的时候 或者是申请这个graduate school的时候 不要光想找名气大的教授 而是真正了解你 知道你有多么wonderful 能够把这个写出来认认真正给你写的 这么一个教授 会比较合适 太好了 这个我觉得和Jenny配合真的是感觉像我女儿一样 这个配合的特别特别棒 那个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家长能够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孩子一定需要一位呢 大姐姐带着往前走 像下校然后呢都是要提前半年申请 而且其实呢它的难度很大 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跟我讲说申请一个下校 就像一个小的application申请大学一样 实际上呢也要花很多时间精力 然后包括社区义工 为什么我们的Sherley会到这个冬奥会去做志愿者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Jenny她在这个服侍老 就是为社区老人院的老人 然后包括为这个教会的孩子啊 做义工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树立起一种呢 就是至少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认为说这个人是适合来做律师的 这个因为Jenny这块我那个我没有问过她啊 当时Ruby呢她申请哈佛的博士 是有八个这个就是教授同时面试她 说好面试15分钟结果面试了一个小时 然后当时她在楼上 然后我在楼下就拼命的祷告 然后这个除了祷告不知道做什么 我比她还紧张 手一直在抖 后来这个这个就是其中有几个啊 都是诺奖得主 然后这个就是说Ruby后来就一直没有 好长时间被面完了以后不说话啊 这个后来我上来 我说哎呀天呐过了这么久 我说你都没有下来 我说你到底面的怎么样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她MIT啊 然后包括耶鲁啊 普林斯顿啊这些offer 就是说她其实已经就是说都面过 而且她知道应该可以拿下来 然后当时她跟我讲 她说妈妈哈佛真的是最难的 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 她说他们真的是这些教授 她能够她问到的问题 她能够完全知道你是真实的想法是怎样 然后呢你为什么要来读经纪 就像我相信Jenry当时被面试的时候呢 也是他们会真实的知道 这个人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读律师 那这些呢是需要呢 一位大哥哥或者大姐姐榜样 耳辱目染 然后呢渗透到我们的孩子当中 因为呢在面试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任何事情啊 是作家或者还等出来 这就是你真实的表现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是从九年级开始 四年来栽这棵树 然后把这个小树苗 摘得漂漂亮亮的啊 给这个送下来是这样 然后另外呢就是俱乐部啊 公益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后club这块呢 那个我看那个Shirley这边呢 好像有很多club 比如说射箭 就是射箭啊等等啊 当时呢那个 这个Jenry这边club 我记得当时在中学 也做过一些club是吧 Jenry当时这个 是哪方面的一些club Jenry是 对我在高中的时候 做的比较多的就是DECA 然后我当时也在那个 Academic Council 但是花时间最多的 在学校的俱乐部应该就是DECA 哇很棒很棒啊 这个然后呃 这个Ruby当时呢 她是有三个club啊 就是一个Math 然后另外一个是Brandi啊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全部都是 她后来走的这个研究的方向 就是这个数学啊等等啊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也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你还要有research成绩 那你research从哪里来呢 我们当时呢 这个我知道 就是包括我后面 后续的会请到的主讲人 比如说Conny 她的research 就做得特别棒 然后呢 这个包括呢 Ruby当时我们是 就是找到了多伦多大学 多大的教授啊 来带 那这些教授 凭什么从这么多孩子当中 能去带一个高中生呢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 可以去做的事情啊 其实啊 然后另外呢 我其实想特别提一句啊 就是音乐和体育特长 这个Jenny是非常低调的 Jenny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Jenny在钢琴方面 已经考到了哪一个级别吗 Jenny 我其实在那个钢琴 我是从小就开始学 但是到高中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什么时间谈了 但是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小学钢琴 不知道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钢琴家 但是我觉得音乐真的教会我discipline 啊就像我看正好也结合我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啊怎么样保持高校的学习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父母的影响和我对我来说 外公外婆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他们都是highly academically accomplished 从小就是我的榜样 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说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career 他们有自己的今天 就是因为啊努力学习 要考上好的大学 所以对我来说 我从小就知道 我肯定是要上一个好大学 然后我自己啊 觉得自己运气还比较好 从小就比较driven 啊我知道这个学习对我比较重要 但是音乐这个对我来说 啊我小的时候开始弹钢琴 就真的会觉得对我的这个啊 专心程度和我这个attention to detail啊 真的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在大学上了这个钢琴课 然后弹了那个Rachmaninov 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这个俄罗斯作曲家写的曲子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full circle 在我上法学院之前 能够让我的这个钢琴水平 再提一个level 然后其实大家不是说 每个人弹钢琴就要弹成钢琴家 但是想到有哪些方面 可以用你的音乐来啊 来来和你别的兴趣 和你的别的value结合 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在这个教会啊 这个啊给大家伴奏 给大家这个worship music 时候在背后弹键盘 那我其实之前也听过 Maria校长做的一个啊 也是一个YouTube video 我之前有看过他的这个啊 采访 然后他也说过Ruby弹钢琴 是也是帮助他爸爸的康复 我当时看的非常非常感动啊 就是眼泪都流下来了 所以就对大家来说 音乐不光只是说 你要考Julia 或者考Berkeley 如果你能去 那真的非常好 啊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或者这不是你的goal的话 想别的方法 能够用你的测长 来achieve你的别的目标 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点 哇哦 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们的Jenny 在钢琴方面 她已经到了演奏级别 实际上呢 这个呃 我发现所有我们藤校的孩子 全部都提到了这一点 就他们在音乐或者是体育方面有一个特长 体育呢 需要一点点天赋 我认为啊 但是音乐呢 其实是后天完全可以学起来的 其实像那个 人家Jenny是到演奏级啊 Ruby呢 实际上她这个跟我一样啊 我们都 我认为都是没有什么艺术细胞的人啊 然后呢 这个她当时学钢琴学得很痛苦嘛 然后后来为了爸爸嘛 因为爸爸喜欢她 听她弹甘琴 然后呢 她就很认真的学 然后弹给爸爸听啊 这故事是 真的是 我每次想起来 我都觉得很爱这些孩子啊 这个Ruby当时是考到十级 考到十级以后呢 就哎呀 无论怎样 她就后来因为真的是太忙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爬腾这条路 然后每天 我们都有一个巨大的行军路线图 她每天每天干什么 都已经细致到这个程度 所以呢 她说哎呀妈妈 她说可能钢琴真的没有办法再去走到演奏级 然后这次呢 圣诞节回来 回来以后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 她说妈妈 我有一点后悔 那时候可能咬咬牙 把演奏级这个学出来也不错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哎 她说你知道我们现在 这个无论是在大学 还是在这个她现在的博士啊 就哈佛这边 她经常有时候 大家会一起啊 搞一些活动啊等等 她说钢琴弹得非常棒 还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我说当时这个让你往前走 所以就是说如果她当时就能够听到 Jenny这个有这样一场讲座 我相信呢她可能就会说 那我去咬一咬牙啊 这个因为孩子啊 她实际上是可以造就的 然后我就把演奏级给写出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跟Terry讲 我说Terry 我说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的音乐学院 全是来自于朱利亚音乐学院的老师 像我们的董飞飞 这个这个姑娘啊 中英文都特别棒 然后呢人长得也漂亮 然后她自己是美国音乐艺术家协会的签约艺术家 她是朱利亚音乐学院 而且是第14届啊 就是美国最大的钢琴比赛的决赛的总冠军 所以呢 这次我们把她请出来 3月13号啊 周日晚上8点 然后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日晚上 都是一个就是这种音乐家 来给大会有一个钢 有一个奖法 像我们大提前家是这个南城 很多人还是喜欢啊 然后我们这次呢 很多人会很期待这个董飞飞老师的这样 因为她的气质在各方面和珍妮老师很像啊 这个然后会很期待这场 这场讲 这个这场讲座 我也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 然后Zoom ID也是今天的 其实我跟Terry讲 我说我有一个特别大胆的想法 我说可不可以所有暴读腾校直通车的孩子 都要送他们一门音乐的课程 然后呢就是摆给他们上 就是让他们要一定将来填那个application的时候 他最起码有一个特长 哎呀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主意啊 当然我需要得到音乐学院的同事的同意啊 所以小伙伴们我觉得孩子的培养是一个多方面的啊 然后包括呢这个你看她的这个最后一项呢 就是她的research 就是她的这个发明创造啊 这个发明创造实际上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很实在的讲啊 这个因为就是对我们大部分家长来讲呢 都不是说那么容易啊 这个发明创造一个什么 然后但是这个呢是在什么地方获得的啊 这个就是因为Ruby她走的一条路 就全部都是research research research 然后她自己将来呢 她也希望做的就是能够安静静的在大学里当一个教授 然后呢这个能够做一个研究啊 然后所以呢她这方面就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这个像像杰尼呢 她的义工很重要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当时那个Ruby她们是在她在那个Shadow Valley的时候 其实Shadow Valley的时候 她和Hazer是同一年去的 然后那一年呢商赛Ruby她们是得了一个 好像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人家Hazer是商赛第一名 大家会知道我的意思 她们就是分明分别发明创造了不同的 Ruby当时她们是整个小组啊 就是发明一个是两个月的时间 孩子们呢自己有一个想法 并且把它变成reality 然后就是一个这种可以移动的一个背包 反正特别有意思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所有的家长 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就是到底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一直有人在问这件事情 然后原则上来讲啊 这个实际上呢 从几年级开始啊 这个我记得那个杰尼应该也是从 杰尼那个有人一直在问杰尼 杰尼是在Bshop是从那个九年级开始读 还是七年级开始读 还是高中开始读的 高中开始读就是九年级开始读Bshop 对吧 这个实际上呢 高中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从九年级开始呢 接受这个孩子 但是有七年级八年级啊 我们接受最小的一个孩子 他妈妈也在直播间 这个艾米斯宝妈啊 这个一直在说讲得很棒啊 这个这是我自己很好的朋友 我说他女儿六年级 我说我真的不能收你女儿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来说负担太重了 这个六年级 我说我要一直看着他六年级 七年级八年级 然后到这三年都不能 这个就是都不能有松懈 然后九年级才能跟得上这个步伐 他说我要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如果最早七年级可以 但七年级八年级呢 我们基本上是这些大腾的 这个导师呢 基本上是就是可能 比如说每个季度和孩子聊一下 然后呢有机会的话 会给孩子一些指导啊等等 然后这个我们基本上就是免费送给大家 然后但是从九年级开始 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啊 然后我们干什么呢 就每个月就每两周 基本上和这个孩子呢 会有一个小时的一个会面 那会面完了 这个会面呢就是meeting meeting呢就是干什么 就是来这个行军路线图 就是画这个行军路线图 这个行军路线图呢 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没有显示出来 从九年级的这个九月份开始 十年级十一月年级 然后呢十一月份一月份 然后呢每个月我们要完成什么目标 完成什么目标 那这个你去管你孩子 我的感觉是管不了 但是呢有一个这种榜样的大哥和大姐姐 她是会听的 然后呢这个孩子会每天都要上去说 为了我们这个五月份去考AP考试 我做了什么 我为了我们马上这个暑假的下校 我做了什么 然后我们大腾的博士会与他留call们 然后呢说很棒 或者说我们要做进去哪些改进 这个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这个是叫什么呢 我们有两对保姆 第一对保姆呢就是大腾博士 然后他领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我们呢到了呢十二年级 十二年级呢 这个我也希望杰尼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下 十二年级呢 他有一个early录取 EA和ED有什么区别 然后这个因为杰尼刚才提到 就是说他的early是当时是芝加哥大学 对吧 就是当时杰尼你申请的是EA还是ED 我不知道 我当时申请芝加哥大学申请的是EA 是early action 但现在我听说芝加哥大学也改了 也改成有ED1 ED2 就是第一轮的early decision 第二轮的这个early decision 这样子 然后还好像还有early action 然后还有regular decision 所以大家要仔细读一下 跟我2014年 这都快八年前申请的 可能是有一些变化 那我当时申请的是early action 就是说我提前申请 但是如果我进了之后 我是不一定要去的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non-binding commitment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确实非常想去芝加哥大学 但他只有early action 所以我当时申请了之后 就其实就体现了我自己的兴趣 但是如果他要我 我还是可以申请别的学校的 然后我在申请法学院的时候 是early decision 是一个finding the commitment 就是说哥大要我了之后 我是肯定要去的 然后我当时还没跟大家说 我当时录取这个哥大法学院的时候 刚才Maria校长还说 我哥大法学院的面试 其实大多数人都面试 但是人家没有面试就要我了 所以当时我好像是11月底交 11月中交的我的application 11月底交的最后一次 最高的Lsat的成绩 然后比如说 然后好像过了四天 我就拿到了这个acceptance 而且不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芝加哥大学 你是点进去之后 有那个彩色什么congratulations 这个哥大给的这个acceptance letter 就是明显看出来 就是一个复印的一个这个 然后请那个admissions 这个officer签了一个字 然后又复印了 又那个扫描了一下 给你发过来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 我就非常的惊讶 我都没有到惊喜 因为我当时跟我爸打电话 我说爸爸我拿到这么一封信 他说我录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 这个信质有点sketchy 而且我四天前 刚教我最新的成绩 他也没给我面试 这到底真的假的 所以我可能过了一个月 才真的告诉大家 但肯定是真的 我就想跟大家说 这个ED是这个binding EA是non-binding 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对这个学校 你如果想了一下 你自己的条件符合 然后你也非常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你升学的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知道12年级的上半年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12年级的上半年 10月底之前 你就要把所有的early递出去 然后呢 在12月30号之前 应该要把所有的regular递出去 对吧 应该是这样 这个 所以这里边呢 其实所有的application当中啊 我看到已经有家长说校长 给我留一个名额 给我留一个名额 天哪 这个 我这个本来是要留到最后啊 这个是这样 我们一共是有五个家长 可以获得我们的大腾博士团 包括我们的Jenny 我们的Shirley 然后Ruby 这个包括Nikolas 这个包括Hazard 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咨询 我知道这种机会有多难得 我告诉大家 我们当时为了Ruby 人家很多这种说考上哥伦比亚的 考上这个沃尔顿商学院的 或者哈佛的 这个人家孩子回来过暑假 或者过寒假 然后我都赶快这个什么 这个赶快凑上去 请人家爸妈吃饭 请人家孩子吃饭 然后问人家是怎样 然后人家大部分时间都告诉我 没时间 然后呢 孩子太忙了 哎呀 我们自己都稀罕不够 你知道 然后呢 没有这样一个机构 能够说把这些孩子 请到直播间 这么来直接跟大伙沟通 所以大家真的太幸福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说我就要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为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家庭 最重要的 你现在多有钱也没用 你现在说 我技术多厉害也没用 最重要将来还是看教育 所以只有教育 才能够改变 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命运 所以我希望大家 这个留到最后 我把这个 我留到最后开始 来跟大家讲 怎么样来抢这个名额 好的 所以就是说呢 那我们12年级 给大家做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这边 这个员工说校长 所以啊 就是12年级呢 要做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了 上半年基本上 把所有的事情呢 最重要的 我们是八所大学 包含在里边 三所early 然后五所是regular regular当中呢 然后包括美国的 你也可以申请加拿大的 然后呢 包括英国的啊 然后我们一共是八所大学 那这里边呢 每一个application 然后怎么填写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里边最最重要的 我认为啊 是很重要的 除了你的硬技能 已经到那个程度 我当时commonab的title 就是by faith 当然也讲到了一些 我当时克服学习当中的困难 以及 然后结合 我在教会的经历 然后在那个 first corinthians 还有一个bible verse 就是说大概的一些就是 我们如果用世人的眼睛 看我们前面路 可能是一个迷迷糊糊的 这个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镜子 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 所以这个就是God's providence God provides 所以我也就最后是提升到 那样一个高度 然后用比较practical的level 讲我自己学习的经验 以及怎么样克服困难 显示我自己的introspection和maturity 这个也是我之前有讲到 大学非常看重的 也结合到我教会的经历 也结合到我自己的信仰 也结合到 我对我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 虽然我当时不知道 我知道我非常对经济感兴趣 但我不知道 我之后每一步会怎么走 但是我的这个fundamental的想法 就是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当然也不完全就是 真的就是自己的信仰 也有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生命的资源 父母对自己的支持等等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是这样 其实那个 我觉得Jenny 分享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很多家长 可能真的是 我们以前呢 我自己知道 就是没有办法 可能接触到说 这么好的孩子 来面对面 来回答你的问题 刚才这个 我已经说了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 这种一个特别的 一个新春大福利 然后当我们几些五位家长 因为这些孩子都特别特别忙 然后我们以敲一为准 敲一为准 另外大家呢 这个做一件什么事情 有家长问说 校长 我太需要 我希望大家 就是七年级以后的孩子来预约 就是七八九十 尤其是九年级 十年级 然后呢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的孩子呢 是来得及 没问题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单独的一个大学的 application帮助您 另外一个 IC的修改 来帮助您 大家首先呢 要拿起手机 扫一下屏幕 左边的这个二维码 这个是预约咨询 需要您把您的孩子的情况 包括他现在在读什么高中 他的成绩是多少 全部都呢 这个如实的填上来 因为呢 我们是需要家长带孩子 一起来跟我们的大腾 导师面对面 来见面 然后另外呢 您这个 这个腾讯问卷填完了 请您加我们的 这个Terry 我们的这个负责人 他的助理 然后呢 你跟他讲 你说我已经填完了 这个预约表 请您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然后呢 这个敲一为准 我看有多少家长 这个Rosie 麻烦您去登记一下 这个Luna 麻烦登记一下 大家敲一为准 因为我们这个呢 就是的的确确 这个说实话 我是非常热心的 而且我坚定的相信 我们会有一批孩子 原本是可能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 但是因为 维多利亚 因为我们这一群人 然后包括呢 这个我们这些费力组织 然后包括我们华联会 包括吕校长 共同的努力 这些孩子可以读一个 以前家长和孩子 都不敢想的 一个好大学 这是我有坚定的信心 这套体系是行之有效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可以就是说 我们只有 只有这个五个名额 大家可以扫一下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给大家再回答一下 这个 我其实第一次尝试这样 跟那个我们的主讲嘉宾 这样来进行 以前这个Ruby奖 也是他自己 讲完他的经历 这个MIT的Nikolas 也是讲完经历 这个Nikolas音乐有多好 他在法国呀 他的这个钢琴 是已经上登台演出的级别 然后他的那个小提琴 也是登台演出的级别 应该看他的那个录像 他当时呢 一直在犹豫 他是不是应该去读艺术院校 然后还是说去读计算机 后来他 他这个他妈妈和他爸爸 跟他讲啊 说这个 我不知道你会用什么 来养活自己 当然很有意思 那个讲座也特别棒啊 所以就说呢 这个这个coaching里边 包含了 就九年级到十一年级 然后日以继 就是日 这个月以继日的 我们积累孩子成长的 素材素材 然后呢 到了十二年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素材 完美的 在大学的application上 一样一样的 充满自信的填进去 但十二年级上半年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呢 就是这个论文 刚才讲了 Jenny你看 为什么这些孩子要有精力 他没有精力 是没有办法写出论文的 然后Ruby的论文 当时这个 他这个 他有两个 就是大的那个 就是Essi呢 他写的是 他在Shadow Valley 他们当时发明创造的时候 他们的功课了很多困难 最后他是怎么做的 另外他有一个小的Essi 是写的 就是他当时九年级 然后爸爸呢 作为化疗 身体很虚弱 然后呢 后来他那个 就是弹钢琴这个故事 然后我其实不知道 他写的这个故事 后来那个 那是一个藤校啊 我就不说哪里所大学啊 这个那个藤校的 那个就是 那个他们的 那个相当于招生官 他们真的是一篇一篇的 文章看这些孩子 我对大学教授 是非常非常尊敬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 deserve获得这种尊敬 尤其是这些 好大学的教授 他们做到什么程度 那个招生官 手写了一封信 寄到我家来 然后呢 说这个Ruby 已经是深夜 我读到了你的Essi 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我们的学校 就是要这样 充满爱心的孩子 然后我去 我才问他写的什么 所以每一个藤校 他要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就是他喜欢的 他要你说 这个你这个孩子 是match我的 这个学校的学风 然后呢 我才会要你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哎我看Jenny和Ruby 然后包括这个 哎这个这个这个 包括下一次Conny啊 他也是芝加哥大学本科 他们都好像 特别像的这些孩子 因为这些孩子身上 都有芝加哥大学 喜欢的素质 所以他们都是芝加哥大学 因为大家经常啊 家长真的是 就是我们会帮助孩子 找到最适合他的 他的气质 然后包括他的喜好 最适合他的一个大胆 然后呢 我们来帮助他 所以论文修改 另外就是推荐信 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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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一直认为 这个就是Jenny的推荐信 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 因为Jenny的那个牧师啊 芝加哥大学 他的那个是博 他的经济学博士 他的导师是全世界 非常非常著名的导师 这个说实话啊 就是因为芝加哥大学出了 我记得你们的大学是 我们的大学 是72个诺贝尔奖 是吧 我记得当时 这个就是你们开学的时候 你们的校长在上面 是美国所有大学当中 诺奖得主最多的吗 是这样 对应该是 这个对芝加哥大学的fact 我爸了解的比我更多 但是我觉得您说这个数字 是around the ballpark 是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多 72还是73啊 所以 因为我就是 所有这些大藤的 这个导师 你看像Jenny 她对芝加哥大学啊 今天早 就是一大早 这个这个深圳 有一个有一个家长 然后给我打电话 我们深圳那边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负责人 威纳斯 她说这个这个女孩子 特别漂亮 舞也跳特别好 然后呢 她呢 这个就想去读经纪 我说哎呀 我说那经纪 这个要么是芝加哥 要么呢 哈佛 哈佛可能会难一些 但是呢 这个Ruby现在在哈佛 读这个就是经纪的博士 她有很多 她的同学都是 本科也是哈佛的经纪 她自己的感受是 就是 就是芝加哥大学的 经纪打下的foundation 并不比这个哈佛的差 甚至更好一些 我是这样 就她们的honor经纪 是很难的啊 所以Jenny啊 她们能赌下来 是非常不容易 然后再另外呢 就是这是啊 就是我们的 相当于保姆纵对一 就是 由这些大腾的 去从芝加哥过去的 这些导师 来给我们的孩子 做这种一对一的辅导 做这种什么呢 时间轴 然后呢 刚才看了 就是这个时间轴 还有呢 就是细致到 比如说这个 我们要参加哪些 竞赛 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家长 自己做不到的 我孩子自己都很难做到 然后呢 给你全部规划出来 所以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每两个星期 有这样一个会面 有这样一个class 然后呢 这个孩子一直带着你 往前走 往前走 这个 我们的 这个下一代 会成长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赶忙追 这就是教育 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他刚才讲的这些 是软技能 包括硬技能 那有一些孩子说 太多太多的 硬技能的要求 我软技能都顾不上来 那我在硬技能方面 我的ACT 我的SAT 怎样去考 我的AP 能不能有人辅导 然后呢 包括DECA 能不能有人辅导 这个是包姆纵队2 然后会单向的 来辅导大家 也是一对一的 单向辅导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呢 实际上 这个就是呢 这个整个一个 全部的一个思路 一个想法 而且呢 我们真的是 把它变成了一个现实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今天下午 还跟这个来学校啊 他儿子九年级 然后呢 像这个读计算机的家长 这个他 这个是他妈妈 也是我们的学生啊 我跟他讲 我说我呢 成年人做了 这个成年人教育 做了23年了 我说我觉得 我们这一代 好像呢 大家要么买买房子 炒炒房子 然后房地产投资 特别火 所有的课 都很多人在学 要么呢 就大伙去学 这个金融投资 要么呢 去学啊 当然又有一些学职场课 这是我们最拿手的 这么多年啊 我说要么学创业 我说我呢 觉得呢 可能真的是要花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们的下一代孩子身上 因为呢 我们奋斗了这么多 我们赚再多的钱 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他说校长 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正确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就是再一次啊 再一次非常高兴 今天呢 就是能够把这个我们Jenny 和我们的Sherry 请到直播间 同时呢 也能够告诉大家 我们到底能为大家做什么 那我们再一次呢 感谢啊 感谢这个我们的Jenny 和我们的Sherry 然后呢 并且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后台 现在有多少人 已经预约啊 把我们以敲衣为准 我们今天有五个名额 送给我们 坚守到最后的家长 然后呢 这个送我们大腾博士团的 一对一的咨询 大家呢 左边的二维码 这个可以扫一下 然后直接呢 把您的 把您的孩子的情况 给放进来啊 名字电话 email地址 最主要是孩子 在读哪一些大学 然后另外呢 这个一定呢 加一下这个Terry的助理 然后呢 跟他讲说 我需要呢 这个预约一下 好吗 我相信呢 我们Terry永远都是 以最好的服务啊 送给大家 那我们以敲衣为准啊 然后包括我们温哥华的 小伙伴们 然后包括我们 这个多伦多的小伙伴们 中国的小伙伴们 中国的小伙伴可不可以 可以找呢 Vinas 就是我们中国的 合作伙伴 找Vinas啊 这个中域国际啊 中域国际啊 中域教育 可以去啊 好的 我看到了 挺挺乔啊 这个 九年级开始准备 AP即可 然后很多人问到 几年级开始准备 九年级啊 九年级啊 我不知道那个 Jenny是几年级 开始考AP啊 Jenny 这个 不是十一年级开始考的 我所有都是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开始考的 因为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 BSS好像基本上是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才开始offer 那如果可以早的话 当然是越早越好 我知道有很多 美国的高中生 都是从九年级 十年级就开始准备 是的 是的 这个 所以所以你看啊 孩子呢 其实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玩 关键是家长的意识要到啊 我记得Ruby好像是十年级啊 开始准备 就是呃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学生是 孩子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说 能考八门AP或者几门AP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 他校内的作业压力非常大 然后成绩又要好 然后他又要去考AP 然后呢 又要去考SAT 所以呢 真的是希望 我们的大腾博士导师们 可以帮助到 同时加拿大的孩子们 好吗 所以大家 那我打断一下校长 就是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 预约的话 一定要给一个孩子的 详细的一个基本信息 填到我们的预约咨询表里面 这样呢 有助于我来分辨 你们到底是哪位 还有你们的微信号 一定要写在里面 不要微信也跟我聊 也要填那个 不要对着上号 好吧 谢谢大家 是的 谢谢啊 因为希望大家尽量介绍我们Terry的工作量 因为他这个特别负责任的 然后我们前面 这个很多很多孩子 真的是按照两个保姆纵队 一路走下来 都教育特别特别棒 所以我们让更多的孩子做到更好 好吗 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送给大家的一份大礼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也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 我希望所有的家长能够呢 设一个timer 就是我们固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晚上八点钟 下一场呢将是我们的这个Cony 也是Janny的大学同学 Cony也是很优秀啊 他是这个芝加哥大学的本科 然后呢 MIT的博士前 然后呢 这个现在是哈佛的博士生 然后但是他的专业呢 是就是医疗政策 医疗政策在疫情之后 是特别特别火的一个方向啊 所以呢 大家呢 这个记住啊 千万不要错过啊 不要错过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日啊 下一次呢 还是三月 就像今天一样 三月27号晚上八点啊 我讲的都是多伦多时间 温哥华的小伙伴们 就是五点 中国的小伙伴们 就是周一的早上九点 今天早上 超几个家长说 哎呀周一早上九点 这个这个他说 我特别特别的 这个希望能够听到啊 大家可以呢 去找Vinus啊 然后在小儿童上 可以听一下 那音乐学院就是每个月的 第二个周日的晚上 加东八点啊 大家也可以扫码预约音乐 比如说我们的南城老师 大提琴 然后我们的菲菲老师啊 董菲菲老师呢 他是呢 钢琴啊 说我想请这些老师来预约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的 全部是来自 波克里音乐学院 和朱莉安音乐学院啊 这个Jenny在美国知道 这是多么 这是音乐的颠堂级的啊 这个好大学 能够请到这些孩子 这个也特别高兴 另外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到 我们一共是有30个 音乐 藤校群 还没有进到任何一个群的话 如果已经进了 就不要进了啊 可以加中间的这个二维码 如果已经进了 不要重复进去 但还没有进的话 因为我们有关音乐的 藤校的 像那个Terry 前几天就已经把我们 Jenny的 很多照片呢 发在里面 然后呢 这个下个星期 他就会开始发 菲菲老师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钢琴曲 特别的优美啊 我们今天其实会送给大家 这个钢琴曲啊 作为我们的接场音乐 然后那另外呢 就是刚才已经讲了 我会请我们的Adam啊 他下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 大伙都知道 共学营有接场音乐 今天的接场音乐 就是我们的 董菲菲老师的 这个非常优美的 一首钢琴曲 大伙可以感受一下啊 让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这么这么 这个奏出优美的音乐 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的 音乐学院的网站啊 每一个打开 我自己有时候累了 我都上去听一听 这些大师的演奏啊 都是我们的老师啊 其实我一个这样的特点呢 这个我的学生跟我讲 他校长特别 就说每一个老师 真的不一样 我说是的 我说我们要做 就要做最棒的啊 然后再另外呢 就是3月27号 不要忘记啊 我们Cony的啊 这个 Jenny 其实我特别想邀请你啊 Cony应该会在 March Break 我邀请他来多伦多啊 这个他第一次来多伦多啊 这个如果你 你也能过来就太好了啊 真的是这样 这个他会在这个 3月27号啊 加东8点 然后走到直播间 来做一个分享啊 特别特别甜美的 一个小姑娘 和Jenny一样啊 这些孩子真的很棒 然后再另外呢 就是希望啊 所有的家长 作为家长 您准备好了吗 每个孩子成功 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然后呢 我希望家长能够 反复告诉自己 也让我们的孩子 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我们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 让我们要向阳而生 逆时而行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 送给我们的孩子 而且永远不要说 我是佛系家长 然后我认为呢 生命就是一种奋斗 不能奋斗 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家长说 校长我不认为 说这个孩子 为什么一定要上好大学 然后我觉得 差不多就行了 我说我认为 你作为一个家长 没有尽到最大的责任 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种独职罪 你最起码 需要让孩子知道说 你有多种选择 最起码有一种选择是 你可以呢 去有一个 这个好的大学 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 然后呢 或者说去冲一下 所以这个山脚的孩子 我们可以让他走到山腰 山腰的孩子 让他走到山顶 本身就已经是山顶的孩子 那我们可以让他冲到最顶上的一个皇冠 然后看到生命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荒彩 真的是这样啊 我自己真心就是这样来做的 我对我自己也是要求很自律 然后呢 要求很严格 所以啊 所以希望大家啊 这个能够遵循 名校对孩子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让我们呢 这个虽然我们都是平凡家庭的孩子 这个就是刚才有人说 这个Jenny是加拿大的谷爱玲啊 这个我觉得说的也对 在奋斗方面 然后呢 说的这个不对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我们这些孩子都不是说 哎呀 父母就是哈佛的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是这个大学是讲究血统的 然后但是因为 比如说Jenny去哥伦比亚 比如说Ruby去哈佛 然后比如说Nikolas 然后去这个MIT 我认为呢 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后代 可以从他们这一代开始 改变名校的血统 所以虽然我们生而平凡啊 这都是平凡的家长 真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平凡的一个人 但是呢 我们生命的火可以被点燃 希望我们此心此生 无憾一起为梦想拼搏 好吗 亲爱的家长们啊 这个 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 我一直收藏在我的屏幕保护 然后呢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三个女孩子 这三个优秀的孩子的笑容 我都感觉 生命太美好了 生活太美好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都觉得 这个希望能够激励到更多的家长 能够呢 就是知道没有任何一项事业 比培养优秀的孩子 构建幸福的家庭 更加伟大 所以这个 Jenny在今年五月份 将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 然后Ruby呢 将这个过去 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今天早上 Ruby跟我讲 她说妈妈 Jenny特别认真 昨天晚上还在跟我过这个slides 你想想这些孩子 他们有多忙 这个Jenny 每周工作时间是80到100小时 但是她拿出这么长的 今天晚上几个小时的时间 来为我们做这样一个 纯公益的分享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 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 善于利用这些非常棒的资源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更加的优秀 所以为什么 这个我一直说 我说请大家 邀请你的朋友上线 邀请你的朋友上线 我知道这是多么多么 宝贵的一次机会 让家长和孩子 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榜样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个Jenny 这个阿姨已经跟Ruby讲了 我说这个阿姨要送 Jenny的一份毕业礼物 然后Jenny要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 哎呀 Maria校长太客气了 不过我真的特别同意 您刚才说的 就是我是也从一个比较 普通的family background 然后有人说 你是不是混血 我绝对不是混血 我外婆是满族人 所以我的头发是有点棕色 but that's about it 就完全就是华裔 完全不是混血 但是我比较幸运的 就是我父母 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把一切的资源都给我 但是在 他们也不是在美国上的大学 也不像Maria校长说 有那样的legacy 所以之后的路 大多数还是要靠自己 但是父母可能可以给一个 比较 比较loving environment supportive environment 所以我觉得 真的非常感谢Maria校长 给我这个机会 能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也希望能给大家 有一点启发一点点娱乐也行 大家听得开心 我就很开心 哇 多棒的孩子 大家要在chatting里感谢一下 我还有这么多家长 在直播间里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感觉收获很大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 大家都听到 我们可以平凡 但是别让平凡的生活 浩尽我们所有的向往 愿我们能够忠于自己 你我能够忠于自己 披心待跃地培养 最好的子女 为这件事情付出一切 都是值得的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感谢所有家长的聆听 然后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支持方 然后感谢我们的温哥华合作伙伴 然后也感谢我们中国的合作伙伴 然后也感谢呢 我们的这个非营利组织 我们的花联会 以及我们的文化林 那我们呢 感谢大家的聆听 记住成功之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准备准备再准备 而我们和你一起努力加油 把这座高山 没有我们的坚强的毅力 然后我们共同的智慧 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山 好吗 亲爱的小伙伴们 谢谢大家 那我们呢 今天晚上的腾笑呢 这个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呢 再一次大家如果需要预约 可以呢 这里扫二维码 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这个Terry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联系电话 4167201268 然后呢 AVXpress.com 这是网站啊 可以看一下 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这个今天晚上 我们最后的结场嘉宾 我们的Adam 然后Adam呢 会给大家呢 准备一首非常非常优美的 结场音乐就是我们的董菲菲老师的钢琴演奏曲 然后我们再一次 哇 感谢Jenny 感谢Sherry 然后感谢我们的李校长 然后感谢所有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度过啊 美好的这样一个晚上的家长们 希望大家3月13号来听钢琴 然后呢 带着孩子一起 然后呢 3月27号 听我们哈佛的才女 然后Cony来讲一讲 MIT和哈佛有什么区别 和芝加哥大学有什么区别 然后医学政策方面的这样一个专业 和医疗相关的专业 到底应该怎样选择 我相信今天晚上 大家一定知道 原来呢 叫绿症俏家人 我们的女儿也可以做到 是这样子的啊 太棒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啊 这个 太棒了 好的 那我们那个 Jenny辛苦了啊 辛苦了 真的很棒 阿姨盼着能够面对面见 继续领你们去吃好吃的 然后继续呢 继续呢 能够看到你们的成长 这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希望 我坚定的相信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远渡从洋来到北美 为了下一代 而我们的下一代 真的会为我们 羊眉吐气 我们需要说 我们被尊重 然后我们需要 我们这个族裔需要被看到 我们需要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成为律师 成为医生 而且都是世界顶级的腾效 我相信我们共同努力 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为这件事情 我们愿意一起 批心带跃的努力 好吗 好 谢谢 那我把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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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 谢谢我们的 李校长 谢谢所有的 小伙伴们 大家今天积极的参与 好的 那我把时间 再一次交给我们的 开场嘉宾 我们的老员工 我们的 Adam 所以 谢谢 那达姆 我把时间交给您 您可以简短的 预告一下 我们下面的 有哪一些 周一到周日 有哪一些好的活动 然后我们接着 这个就可以大家 预收 菲菲老师的 晚安音乐 好吗 杰尼 谢谢你 谢谢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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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